男主养了一头哥斯拉当床 光是眼睛就有一栋楼那么大 但可惜男主自己却是个废物 在所有学生都觉醒了自己的异能后 他却没有觉醒任何异能 原本因为父亲是拯救天海市的英雄 他也被捧为英雄之子 但之后城市再次遭到了袭击 失踪的父亲莫名背上了叛徒之名 灵修成为了人人唾弃的叛徒之子 遭到了同学的霸凌 回到班级的灵修 发现自己的座位被弄乱 而父亲留给他的英雄勋章 竟被城虎带在了自己的身上 他想抢回勋章 但没有异能的他根本不是异能者的对手 城虎只是稍稍用力 便将灵修甩开树面 而他眼前的黑白 写满了侮辱他的文字 城虎 好歹你爸和我爸之前是战友 你就这样落井下石吗 城虎一把薅住灵修的头发 别拿我爹和叛徒相提并论 这时城虎又盯上了灵修的项链 一把就将项链扯走 灵修用尽力气想抢回来 但城虎觉醒的是 A级巨力天赋 灵修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力 这个项链是灵修父亲临走前给他留下的东西 是他现在唯一的念想 只见城虎想要用力将项链捏碎 灵修心急 立刻就冲上去阻止 一口咬住了城虎的手 吃痛的城虎这才松开了手 接住项链的灵修 为了防止项链再被抢走 一口就将项链吞了下去 可项链突然在肚中破碎 灵修感觉到体内有骨能量 成功检测到宿主血液 正在与宿主进行基因绑定 没想到阴差阳错间 灵修意外绑定了怪兽大主宰系统 他可以在系统众多怪兽中 选择一只本命怪兽绑定 第一只奎龙 拥有海陆两气特性 可以口吐激光 在山海经中被称为怪兽之王 第二只惊天 两亿年前与怪兽之王决战之后沉寂 在山海经中被称为怪兽暴君 第三只蛟虫 拥有极强的辅助异能 在山海经中被称为怪兽女王 第四只奥狠 拥有粗壮的臂膀 毁灭性的力量甚至可以击碎星辰 神异经中称为破心埋源 灵修只能从这四只中选一只当本命怪兽 不过选完之后怪兽只是幼年时期 需要宿主培养一体成长 灵修有些纠结 不过最后选择了拥有雷霆之力的魁梦 确认了本命怪兽之后 眼前突然出现一道漩涡 海水不断流 将灵修淹没 这时深海里突然出现一只巨大的眼睛 这就是来着远古的奎罗 紧接着灵修的意识被传送了回去 储存空间内多了一枚怪兽弹 灵修还在为突如其来的怪兽弹发呆 突然就被陈虎等人架中了 直接就动手脱灵修的裤子 这时一个女学生突然出现 我以学生会的名义命令你放开那个同学 你们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校规 但陈虎丝毫不把他放在眼里 学生会算老几 乖乖给老子滚出去 只见陈虎一把抢过女生的牵笛 我让你鬼市给你面子 再不滚我让你走不出这间教室 突然陈虎手中的笔不受控制 瞬间指向了陈虎的脖子 给你个警告 别妨碍学生会执行公务 但陈虎丝毫不锁 直接将笔掰断 你吓不到我 我的能力势力极具力 我劝你别为了个废物把自己搭上 可女生直接打了个响指 控制着扫帚把灵修带到办公 抱歉同学 麻烦你先挂一会儿 这边有点危险 只见女生双手一挥 所有的铁器镜都被她控制 瞬间陈虎的四周便架慢了铁器 别动 小心被划伤 灵修一脸震惊 这女生到底是何方神圣 而这时躲在桌底的同学 突然反应了过来 原来这个女生便是14岁 就觉醒被及磁力异能的 天才少女苏灵玉 陈虎没想到 自己只是想收拾一下灵修 怎么就碰到这位姑奶奶 灵修看系统面板发现 苏灵玉修炼境界 已经是灵俏初七 竟比陈虎他们 整整高出了一个境界 陈虎本还想嘴硬 但苏灵玉只是在陈虎脖子上 稍稍划了一道伤口 立刻就吓得陈虎大哭头响 苏灵玉一用力 将陈虎胸前的勋章扒了下来 明天一早到训导处接受处罚 然后可以滚了 陈虎等人被吓得仓皇逃走 而这一切 苏灵玉仅仅就用了三分钟就摆平了 此刻的灵修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因为他清楚地见识到陈虎的强大 但这苏灵玉却能轻松将他秒杀 自己的实力跟他们完全就是天壤之别 苏灵玉将勋章还给了灵修 便警告灵修最好赶紧离开 因为没觉醒的人和觉醒者的实力差距 就是一条红沟 灵修自己也知道 他现在确实无法追赶上觉醒者 但既然无法成为觉醒者 那就靠着父亲吊坠激活的系统 成为直面觉醒者的怪兽主宰 男主养了一头哥斯拉当宠物 光是眼睛就有一栋楼那么大 陈虎好歹你爸和我爸之前是战友 你就这样落井下石吗 陈虎一把薅住灵修的头发 别拿我爹和叛徒相提并论 这时陈虎又盯上了灵修的项链 一把就将项链扯走 灵修用尽力气想抢回来 但陈虎觉醒的是 未及俱力天赋 灵修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力 这个项链是灵修父亲 临走前给他留下的东西 是他现在唯一的念想 只见陈虎想要用力将项链捏碎 灵修心急 立刻就冲上去阻止 一口咬住了陈虎的手 吃痛的陈虎这才松开了手 接住项链的灵修 为了防止项链再被抢走 一口就将项链吞了下去 可项链突然在肚中破碎 灵修感觉到体内有骨能量 成功检测到宿主血液 正在与宿主进行基因绑定 没想到阴差阳错间 灵修意外绑定了怪兽大主宰系统 他可以在系统众多怪兽中 选择一只本命怪兽绑定 第一只奎龙 拥有海陆两气特性 可以口吐激光 在山海经中被称为怪兽之王 第二只惊天 两亿年前与怪兽之王决战之后沉寂 在山海经中被称为怪兽暴君 第三只蛟虫 拥有极强的辅助异能 在山海经中被称为怪兽女王 第四只奥狠 拥有粗壮的臂膀 毁灭性的力量甚至可以击碎星辰 神异经中称为破心埋原 灵修只能从这四只中选一只当本命怪兽 不过选完之后怪兽只是幼年时期 需要宿主培养一起成大 灵修有些纠结 不过最后选择了拥有雷霆之力的傀儒 确认了本命怪兽之后 眼前突然出现一道漩涡 海水不断了 将灵修淹没 这时深海里突然出现一只巨大的眼睛 这就是来着远古的奎罗 紧接着 灵修的意识被传送了回去 储存空间内多了一枚怪兽蛋 灵修还在为突如其来的怪兽蛋发呆 突然就被陈虎等人架住了 直接就动手脱灵修的裤子 这时 一个女学生突然出现 我以学生会的名义命令你放开那个同学 你们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校规 但陈虎丝毫不把他放在眼里 学生会算老几 乖乖给老子滚出去 只见陈虎一把抢过女生的牵笛 我让你滚视给你面子 再不滚我让你走不出这间教室 突然陈虎手中的笔不受控制 瞬间指向了陈虎的脖子 给你个警告 别妨碍学生会执行公务 但陈虎丝毫不锁 直接将笔掰断 你吓不到我 我的能力是一极巨力 我劝你别为了个废物把自己搭上 可女生直接打了个响指 控制着扫帚把灵修带到半空 抱歉同学 麻烦你先挂一会儿 这边有点危险 只见女生双手一挥 所有的铁器镜都被他控制 瞬间陈虎的四周便架慢了铁器 别动 小心被划伤 灵修一脸震惊 这女生到底是何方神圣 而这时躲在桌底的同学突然反应了过来 原来这个女生便是14岁 就觉醒A级磁力异能的天才少女苏玲 陈虎没想到 自己只是想收拾一下灵修 怎么就碰到这位姑奶奶 灵修看系统面板发现 苏灵修炼境界已经是灵俏初期 竟比陈虎他们整整高出了一个境界 陈虎本还想嘴硬 但苏灵修只是在陈虎脖子上稍稍划了一道伤口 立刻就吓得陈虎大哭头响 苏灵修一用力 将陈虎胸前的勋章扒了下来 明天一早到训导处接受处罚 然后可以滚了 陈虎等人被吓得仓皇逃走 而这一切 苏灵修仅仅就用了三分钟就摆平了 此刻的灵修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因为他清楚地见识到陈虎的强大 但这苏灵修却能轻松将他秒杀 自己的实力跟他们完全就是天壤之别 苏灵修将勋章还给了灵修 便警告灵修最好赶紧离开 因为没觉醒的人和觉醒者的实力差距就是一条红沟 灵修自己也知道 他现在确实无法追赶上觉醒者 但既然无法成为觉醒者 那就靠着父亲吊坠激活的系统 成为直面觉醒者的怪兽主宰 在得到怪兽弹之后 灵修正在发愁要如何孵化 确实系统激活任务 将本命怪兽奎龙孵化之后 系统会奖励技能驯服 但想要孵化怪兽弹没那么简单 因为怪兽弹的孵化期至少都要五六百万年 灵修不禁感叹 人类的进化时也才不过五百万年 不过系统也提示了 光靠自然能量孵化肯定是不行 想要快速孵化 就需要怪兽的金河 因为地球的本身灵气稀少 只有利用怪物金河的能量 才能快速孵化怪兽弹 但怪兽金河可不是能随意弄到手的东西 就在这时 系统检测到房间内就有一颗怪兽金河 灵修还在诧异 难道是母亲偷偷藏的宝贝 但没想到 竟然是父亲留下来的勋章 在父亲失踪之后 灵修从小就承担着骂名 而那枚勋章 灵修一直随身携带 因为这也是他的精神支柱 但经历了下午的事 令他深刻地意识到 要是没有足够的实力 别说帮父亲洗刷冤屈 就连守护父亲勋章的能力都没有 灵修毅然决然地将勋章拿了出来 说吧 要怎么做 只见系统在墙上画了一个图案 让灵修只要将勋章直接放入图案里就行 当灵修将勋章递过去后 勋章竟然融入到了这个图案里 紧接着墙就开始崩裂 忽然墙体炸开 一只怪兽从墙洞里走了出来 这就是传说中的远古怪兽奎龙 成功将弹孵化之后 灵修也得到了系统发放的奖励 驯服技能 只要触摸比自己怪兽等级低的怪兽下巴 就能将怪兽收尾挤用 这时灵修发现 怪兽在吃自己的蛋壳 本来看怪兽吃得一脸高兴的模样 可突然表情就扭曲了起来 灵修还以为怪兽是吃噎着了 可这时系统开始不断地提示 奎龙吞噬蛋壳获得进化点加5 吞噬蛋壳进化点加15 加8 加10 正当灵修还在诧异的时候 怪兽突然浑身散发金光 体型静又变大了不少 原来奎龙自身就拥有吞噬技能 只要不断吃东西就能获得进化点 而他刚刚就消耗了吃蛋壳获得的进化点进化了 但就在这时 灵修的妈妈突然开门进来 立马就被灵修身上的怪兽吓到 灵修本想解释 但妈妈刚看清怪兽的模样 立刻又被吓晕了过去 灵修想让系统将怪兽收到储存空间 但因为现在等级太低 还没办法容纳怪兽 所以他只好让怪兽先离开这里 但没想到怪兽已用力 直接连窗带墙一起破坏了 灵修也只好在其他人赶来之前 赶紧带着怪兽离开 男主得到一颗怪兽弹 竟敷出一头哥斯拉 为了避免引起恐慌 男主只好先带着哥斯拉躲起来 可没想到躲的地方 竟有个妹子在洗澡 在现在这个蓝星 动物进化出许多强大的怪兽 它们肆意地入侵城市 人类发动各种冷兵器都无可奈何 就在这个时候 人类之中出现了觉醒者 人类也进入了觉醒者时代 但灵修是个无能力者 没有异能的他成为同学欺凌的对象 可他在吃下一块魔精之后 绑定了一个怪兽大主宰系统 获得一颗远古怪兽弹 而这颗怪兽弹 竟孵化出一头哥斯拉 为了避免怪兽在人类城市引起轰动 灵修只好先带着哥斯拉躲起来 成功孵化出哥斯拉后 系统奖励一个怪兽罗盘道具 这个道具可以检测到附近一切的灵力反应 灵修发现地图的中心有一个特别亮的灵力点 想到刚刚小奎龙只是吃了自己的蛋壳就发生了进化 要是将这个吃下不是要起飞 而且这个灵力点都要比奎龙自身的灵力还大 说罢便带着小奎龙前往那个灵力点 到了目的地才知道 地点是在一个高档小区内 这小区的安保十分严格 根本不可能让我们进去 可没想到小奎龙纵身一跃 直接就顺着楼墙爬了上去 一口气直接爬了二十多层 到了地点之后灵修发现 这好像是个女生的卧室 开什么玩笑 这要是被发现 第二天直接就登上日报 叛徒之子自暴自弃 夜闯女子卧室 这时小奎龙似乎是嗅到了什么 兴奋的就冲了进去 想要拦住小奎龙的灵修也被顺势拖了进去 突然一个大议会的徽章出现在灵修的眼前 这个徽章是前往秘境的通行者 只有通过层层审查的觉醒者才有资格获得 而且每个徽章的外观都各不相同 不过这枚徽章灵修似乎在哪见过 这枚徽章 应该是 学生会主席 苏凌玉的 我去 去哪不好你偏偏带我来着 被他发现我们两直接就被他削成刺身 你个破系统这不是在坑我吗 就在这时 苏凌玉听到了门外的动静 什么人 男主驯服一头哥斯拉当宠物 一颗眼睛就如同一栋大牢 可男主自身却是人人可泣的对象 在这全民觉醒异能的时代 男主却是一个没有异能的废物 成为同学霸凌的对象 黑板上写满了侮辱他的文字 原本身为英雄之子的他 现在却沦落为叛徒之子 遭众人唾弃 可男主不甘心 他誓死都要捍卫父亲的尊严 就在这次灵修遭到城虎羞辱时 意外绑定怪兽大主宰系统 获得一头猿骨怪兽当作宠物 可刚孵化出来的怪兽 不仅要吃掉灵修的妈妈 还强行过窗逃走 原来就在刚刚 灵修正在为如何孵化恐龙蛋发愁 这是系统激活任务 将本命怪兽奎龙孵化之后 系统会奖励技能驯服 但想要孵化怪兽蛋没那么简单 因为怪兽蛋的孵化期 至少都要五六百万年 灵修不禁感叹 人类的进化时也才不过五百万年 不过系统也提示了 光靠自然能量孵化肯定是不行 想要快速孵化 就需要怪兽的金河 因为地球的本身灵气稀少 只有利用怪物金河的能量 才能快速孵化怪兽蛋 但怪兽金河 可不是能随意弄到手的东西 就在这时 系统检测到房间内 就有一颗怪兽金河 灵修还在诧异 难道是母亲偷偷藏的宝贝 但没想到 竟然是父亲留下来的勋章 在父亲失踪之后 灵修从小就承担着骂名 而那没勋章 灵修一直随身携带 因为这也是他的精神支柱 但经历了下午的事 令他深刻地意识到 要是没有足够的实力 别说帮父亲洗刷冤屈 就连守护父亲勋章的能力都没有 灵修毅然决然地将勋章拿了出来 说吧 要怎么做 只见系统在墙上画了一个图案 让灵修只要将勋章 直接放入图案里就行 当灵修将勋章递过去后 勋章竟然融入到了这个图案里 紧接着墙就开始崩裂 忽然强体掉下来 一只怪兽从墙洞里走了出来 这就是传说中的远古怪兽奎龙 就能将怪兽收尾挤用 这时灵修发现 怪兽在吃自己的蛋壳 本来看怪兽吃得一脸高兴的模样 可突然表情就扭曲了起来 灵修还以为怪兽是吃噎着了 可这时系统开始不断地提示 奎龙吞噬蛋壳获得进化点加5 吞噬蛋壳进化点加15 加8 加10 正当灵修还在诧异的时候 怪兽突然浑身散发金光 已经静又变大了不少 原来奎龙自身就拥有吞噬技能 只要不断吃东西就能获得进化点 而他刚刚就消耗了吃蛋壳获得的进化点进化 但就在这时 灵修的妈妈突然开门进来 立马就被灵修身上的怪兽吓到 灵修本想解释 但妈妈刚看清怪兽的模样 立刻又被吓晕了过去 灵修想让系统将怪兽收到储存空间 但因为现在等级太低还没办法容纳怪兽 所以他只好让怪兽先离开这里 但没想到怪兽已用力 直接连窗带墙一起破坏了 灵修也只好在其他人赶来之前 赶紧带着怪兽离开 灵修第一次进入秘境 就遇到一头三米长舌头的灰熊 原本灵修只是寻找系统上的灵气点 却意外撞见正在洗澡的班长 情急之下小葵龙带着灵修直接破窗而逃 但这可不是灵修家的四层楼说跳就跳 这可是整整四十层楼啊 还好有小葵龙当肉店 要不然这四十层下来 灵修就算有十条命都不够 这是系统提示的 恭喜宿主找到灵气源 顺利开启系统任务2 完成系统任务2将会获得技能奖励 能力投影 能力投影使用后 可以将自己已拥有的怪兽的30%属性 融合到宿主身上一段时间 而小葵龙现在的实力已经堪比苏灵修 假如将小葵龙的30%属性 添加到自己身上的话 那灵修就直接拥有宁血镜中期的实力 而且小葵龙只要不断地吞噬灵力 就能提升实力 这就意味着自己的实力也能不断提升 说吧 灵修就拿着从苏灵域那得到的秘境通行证 带着小葵龙前往附近的秘境入口 到达入口附近 小葵龙就嗅到了灵气的气味 这便是一集入口传送门了 灵修带着小葵龙进入之后 里面便是一处巨大的原始森林 不仅有长达三米的蜻蜓 还有各种进化后的生物 看到这些的小葵龙直接撒欢开来 不过却半天也抓不到一只 只见小葵龙气鼓鼓地站起来 朝着天空一声怒口 差点没把灵修的耳膜震动 而小葵龙的这声吼声 直接引来了一只巨大的灰熊 这是一头活了万年的史前巨熊 只是一掌 便能击断一颗十米后的大树 可刚刚进入秘境的灵修 又遭遇到这头巨熊的袭击 原来这是一头史前短面熊 是在天地一遍之前 躲进秘境得以活到现在 不过系统也提示了 虽然这头巨熊看上去很厉害 但是跟怪兽比起来 不过就是多修炼了两年半的若姬 刚好就拿你练手 上吧 小葵龙 可灵修身边却丝毫不见小葵龙的身影 明明雷达上显示葵龙就在身边 就在巨熊朝着灵修冲来之际 小葵龙却正好出现了 直接一个头锤将巨熊撞掉四分之一的血量 紧接着一个甩尾 再一招乌鸦坐飞机 轻轻松松就把巨熊KO了 没想到这一屁股就做死了 之前我还真是命大 小葵龙晃晃悠悠的起来 一口口吃着巨熊 每吃一口就获得一到两点的进化点 相比之前的蛋壳 这进化点也太少了吧 就算小葵龙将巨熊吃了一干二净 一共也才获得了十九的进化点 灵修选择消耗十九进化点进化之后 小葵龙只是增长了三厘米的体型 看来就算在秘境里也不是随便吃就能升级 灵修再次打开怪兽罗盘 寻找灵力值较高的怪兽 这时他在罗盘上看到一个很大的灵力光点 便赶紧带着小葵龙前去 可在半路上 灵修发现自身被一群灵力点包围 只见眼前的树林中出现了一群黑影 看样子我们这是被包围了 戏头 这又是什么 只见一头前腿短小却形似狗的凶兽出现在灵修眼前 完了完了 小葵龙被一群变异犬包围 就要成为他们的口粮了 就在刚刚 灵修在怪兽罗盘上发现了一堆灵力点 居然是一群变异犬将灵修包围了 灵修仗着由小葵龙撑腰 丝毫不耸地比了个友好手势 原本小葵龙就像吃自助一样 一口一个嘎嘣脆 进化点也是蹭蹭地往上加 天哪 一只的进化点都超过29只短面熊了 上把小葵龙直接吃上成长期 在吞噬了一段时间后 小葵龙的成长进度也来到了50% 可没想到中间的那头白色变异犬却不简单 只见它似乎是给底下的变异犬下达了命令 紧接着那群变异犬就改变了攻击目标 直接朝着灵修袭去 而小葵龙为了保护灵修 自己却受了伤 他刚刚不顾自己的安危保护了王 而这时的变异犬还在周围寻找机会 利用灵修来牵制住小葵龙 虽然这些变异犬只有一击 但尖牙却能轻易穿透葵龙的灵甲 要是一拥而上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可小葵龙的成长进度还差30 这帮狗显然不准备给我们机会 灵修让小葵龙带自己到一旁的树呢 如果一直靠小葵龙的保护 早晚会被这群变异犬耗死 但是以小葵龙的实力 自己对付这群变异犬丝毫不在话下 所以灵修准备自己躲在一旁的树上 来分散那些变异犬的注意力 而小葵龙就能趁这段时间赶紧吞噬升级 原本灵修信心满满的 还朝着那群狗又来了个友好手势 可没想到下一秒树下就围满了变异犬 我去 怎么一下叫来这么多啊 只见那群狗一起撞击大树 直接把灵修从树上撞下来 就在这时 灵修急忙让系统消耗所有进化点进化小葵龙 在这千钧一发之时 灵修抱着同归于尽的态度跟变异犬拼命 可没想到灵修这一拳 直接将变异犬轰出了十万八千里 我得到怪兽的力量了 小葵龙竟然说话了 他居然懂得人类的语言 就在灵修被变异犬撞下树的瞬间 立刻让系统消耗了所有进化点进化小葵龙 终于让小葵龙进入成长期后 获得了能力投影技能奖励 只要选择对应的投影怪兽 就可以短暂地获得怪兽30%的属性 这才令灵修在变异犬的嘴下死里逃生 得到小葵龙的能力之后 灵修顿时就不怂了 看来得让你们好好见识一下 只见他一只手直接捏住了一棵树 顿时将树连根拔起 一把朝变异犬丢了过去 但变异犬却十分灵活地躲开了 我去这么灵活 看来只能硬拼了 不过没等灵修跟这群变异犬动手 小葵龙就出现在他们身后 一口就将他们全都解决 进化点也是蹭蹭蹭地往上加 果然进入了成长期的小葵龙 就是威武了不少 这时的小葵龙已经来到了成长期 血脉更是升级到了霸主级 体型也是增长了不少 不过灵修从下面看他的感觉好凶啊 紧接着小葵龙一把抓住灵修的肩膀 将他抬到了自己肩上 你为什么擅自离开 突然听到有人说话 灵修顿时慌忙地寻找来源 什么人 是谁说话 离开我很危险 小葵龙紧接着的一句 这才令灵修反应过来 妈呀 怪兽竟然说话了 这时的系统才提醒到 盘古怪兽是统治蓝星百亿年之久的存在 对他们来说掌握人类语言根本不是难事 不过小葵龙却对刚刚灵修的擅自离开自己表示不满 傲娇的表示只有留在自己身边才是安全的 但灵修认为刚刚要是不那样的话 说不定我们就被变异犬撕成碎片了 可下一秒灵修明白 小葵龙这是在担心自己 便摸了摸头尴尬地解释道 不管怎么说 我们的搭档还是挺成功的 现在要趁夜赶紧把徽章给苏灵玉送回去才是 结果却发现身上的徽章不见了 看样子应该是刚刚打斗的时候不小心丢了 他跟小葵龙在四周都找遍了 可还是没有发现徽章 突然灵修嗅到了一股苏灵玉的气味 看样子怪兽能力的投影还强化了他的嗅觉 顺着这股气味 终于找到了徽章 站着徽章在一群小变异犬的巢穴 系统提示 这是小型犬发生变异的小变异犬 他们虽然战斗力不强 但成群的时候却会肆无忌惮地攻击对手 不过这不用系统提醒灵修也已经看出来了 就当小葵龙准备将这群小变异犬当餐后甜点时 灵修却在这时阻止了小葵龙 等一下 把他们留给我试试刚获得的驯服技能 灵修能契约怪兽的秘密最终还是暴露了 并且偷走苏灵修徽章的事也被发现 就在灵修还在秘境的同时 苏灵修敏锐地察觉到了刚刚有人前进他的房间 能从45楼的阳台前进来 难道是强化肉体的觉醒者巴着墙上来了 苏灵修十分疑惑 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能耐爬上45楼 这时他发现了阳台的一块碎骨 除了灵修不会有这么差品位的人了 紧接着他突然想到 今天在学校巡逻时就察觉到了一瞬间怪兽的气息 可他感到时 却是一群男生在教室打闹 而他查过之后 这些人全是觉醒了一些中规中矩的异能 唯独没有觉醒的灵修最为可 不过苏灵修也没听说过 有什么能控制怪兽的异能 而且如果灵修有这么大的本事 为什么还会被欺负的那么惨 但假设灵修觉醒了能够操作怪兽的能力 那这一连串的怪事就解释得通了 可苏灵修却疑惑到 灵修这小子大半夜跑到自己房间做什么 而且他又是怎么知道自己住在这 就在这时 苏灵修的手机响起 竟然是一个一级秘境发送来的红色紧急联络 与此同时的秘境内 灵修拦住了想要吃掉小变异犬的小奎龙 毕竟这三只小变异犬的灵力还不如一只短面熊 所以灵修想着不如让自己试试新获得的驯服技能 这个技能只能驯服比自己怪兽等级低的怪兽 原本觉得哪里去找比小奎龙等级低的怪兽 但现在随着小奎龙的吞噬升级 灵修也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 不过还没等灵修使用技能 直接就被这三只小变异犬袭击 幸好能力投影技能效果还没消失 要不然这至少是个重伤 灵修趁机拎起了一只小变异犬 摸了摸他下巴 对他使用了驯服技能 下一秒钉的一声系统提示 恭喜你顺利驯服小变异犬 紧接着这只被驯服的小变异犬 就朝着另外两只攻击灵修的小变异犬狂吠 这翻脸还真是快啊 不愧是我的忠实小狗腿 接着灵修就把另外两只也顺利驯服了 而这时系统就提示道 宿主一共可持有五只怪兽 目前已有四只 瞬间灵修就变脸了 我欠 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不早说 一共才五个名额 我为什么要驯服三只小变异犬 可系统又提醒道 将怪兽大主宰系统升至二级 奖励系统技能怪兽空间 宿主不知 升级怪兽大主宰系统好处多多 不仅驯服 目前宿主拥有的系统技能都会得到强化 不过灵修也清楚 升级系统哪有那么容易 现在是赶紧把苏玲玉的徽章送回去要紧 灵修刚准备拿走徽章 却发现这徽章里面 竟然装的是自己父亲的照片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该不会是自己误打误撞 发现了老爸失踪的真相了吧 就在这时 灵修的手机突然响起 谁会在这个时间给我打电话 灵修 你小子是不是今晚来我家 偷走了老娘的大一会徽章 养过怪兽哥斯拉的都知道 这家伙只要不断吃东西就能进化 而且还会人类的语言 灵修就刚好拥有一只 哥斯拉宠物小奎龙 为了养这头小奎龙 偷偷去苏玲玉的房间偷拿徽章 带着小奎龙潜入了一级秘境 可没想到小奎龙刚进化 苏玲玉手机就收到了红色预警 直接给灵修打来了电话 灵修 你小子是不是偷拿了老娘的大一会徽章 苏主席 你说什么呢 此时的灵修还在装傻 紧接着苏玲玉告诉灵修 十分钟前他接收到了 有两吨级的怪兽出现在一级秘境 听到有两吨级的怪兽 灵修也是异常惊讶 因为在一级秘境应该只有一吨以下的怪兽 所以被作为凝血镜的训练场 而两吨级的至少具有灵跳镜的实力才行 可这时灵修突然注意到 十分钟前 那正好不就是小奎龙升级的时候吗 他们说的怪兽不会就是小奎龙吧 完蛋了 光想着吞噬了 忘记秘境对怪兽的监测超严格的 灵修本来还想装淡定掩饰过去 可苏玲玉接下来说的 彻底令他装不住了 你知道吗 现在对策局的别动队已经抵达八六秘境 正在拉网时排查 一听对策局的人都来了 灵修人都麻了 听到灵修这反应 苏玲玉十分满意 这次的反应不错 你要是能带着小伙伴离开秘境 就联系我 记住 你偷我回章的事还没跟你算 说完便挂断电话 不过 灵修原本也想找到他好好问清楚 但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要想办法先从秘境脱身 灵修已经从怪兽雷达上 检测到了对策局的灵力点 这时的小葵龙竟还想着 吃掉对策局的人 吃你个头啊 赶紧帮忙想想怎么躲避追捕 这是一只小变异犬 突然扯住灵修的裤头 好像是让灵修跟上自己 正好小葵龙能听懂他们的语言 原来这些小变异犬 是说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地步 可以用来躲避 而且刚刚怪兽雷达上 好像也没有检测到 这三只小变异犬的灵力 既然没有别的办法 那就去那个地洞试试看吧 到达那个地洞之后 还真是一个十分巨大的地洞 小葵龙表示自己先下去看看 紧接着便一遇而下 顺着地洞就一路滑了下去 紧接着灵修就让系统 查看他们的身上的灵力 发现他们下去之后 灵力反应确实降低了 不过还需要接着往下躲 接着灵修也跳了下去 地洞底下又大又深 还能支带灵气 真是走跃 但小葵龙表示 这个地洞有挖掘的痕迹 而且这个地洞的宽度很大 正常动物挖掘地洞 不会挖比自己宽很多 也就是说这个地洞里 很有可能藏着一只巨大的怪兽 这时小葵龙突然嗅到了怪兽的气息 前方有不得了的东西 下一秒 小葵龙就冲了进去 紧接着灵修他们就在洞里 发现了许多怪兽的尸体堆积的尸笔 看见这些怪兽尸体 小葵龙又两眼放光 接着就冲了上去 可还没等小葵龙靠近 一只巨大的怪兽就出现在眼前 凶兽 风吸又年七 兽将级 身长八米体重五点四吨 这是一头五吨级的凶兽风吸 就连怪兽之王哥斯拉都不是对手 在他面前小葵龙就如同玩具一般 任由小葵龙如何攻击 都无法伤他分毫 就在刚刚 灵修他们发现在巨大的地洞中 堆积着一座如同山一般的怪兽尸海 而在这尸笔之上 却是一只五吨级的凶兽风吸 就在灵修还在震惊之余 洞顶却突然掉下一群怪兽 竟然是一开始围攻灵修的变异群 他们中了陷阱掉下来 以为是灵修挖的坑陷害他们 气势汹汹的就准备朝灵修攻过来 这时小葵龙是幕后打断了他们的行动 喂喂 现在可不是我们互撕的时候 还没等灵修的话说完 一张血盆大口 突然出现在那群变异犬身后 地口就将他们全都吃了进去 这些变异犬就如同一盘菜一般 看他吃着津津有味的样子 看来这波只能自己硬扛了 下一秒凶兽的视线就转移到了灵修身上 朝着他们就冲了过去 这就是超五吨级的怪兽 好可怕 只见小葵龙正面抵挡住了风吸 但明显现在的小葵龙不是他的对手 身体也被逼得步步后退 在体型上 小葵龙跟他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小葵龙的身体不断地颤抖 明显有点招架不住了 这时小葵龙却朝着灵修学狗叫 一开始灵修并没明白什么意思 但看到一旁的小葵龙犬在回应小葵龙时 灵修明白这是小葵龙正在和小葵龙犬对话 下一秒小葵龙犬直接叼着灵修 拖着将灵修带走 看来是小葵龙让小葵龙犬将灵修送走 这时的风吸发现正在离开的灵修 一把就将小葵龙甩开 直接就朝着灵修而来 别管他往洞里跑 就在灵修躲进洞里的同时 风吸也一把撞了进去 幸好洞口太小他进不来 可还没等灵修喘口气 风吸竟然一口就挖开了石墙 就在风吸在挖掘着洞口时 小葵龙一口咬住了风吸 可没想到风吸皮操肉后 小葵龙根本破不了他的防御 对小葵龙的撕咬完全不予理会 只见他爪子一挥 直接将小葵龙甩到一旁 皮厚道咬不动 那就试试这样 可不管小葵龙如何攻击 风吸就像没有感觉一般 这时风吸突然看了一眼小葵龙 直接朝小葵龙撞了过去 一把将他撞在墙上 而刚刚小葵龙对他的攻击 又复原了过来 之前凶猛无敌的小葵龙 连对方的防御都破不了 这还是第一次见 虽然等级低于风吸 但也不至于这样吧 这时灵修想到 这种情况因为怪兽特异的防御强化 只有击打弱点部位才能生效 而从风吸的体型来看 身体下方的大肚子一定就是弱点 我得想个办法把这个告诉小葵龙 就在这时 系统突然提示 午夜零点已过 是否选择千道 通过千道可以获得进化点 道具物品甚至技能 灵修毫不犹豫的选择千道 连续千道一日 千道奖励 奎龙专属技能爆裂吐息 凝聚体内能量发出一道破坏力 惊人的光柱 得到怪兽必杀技的灵修窃喜 怪兽弱点有了 必杀技也有了 风吸 你就等着变成红烧进化点吧 一头五吨重的猪 净打的哥斯拉毫无还手之力 这头五吨重的猪名叫风吸 浑身坚硬的皮肤 竟连哥斯拉都无法咬穿 但这必杀技需要长时间来蓄力 就小奎龙目前的形势 根本没有蓄能的时间 要帮上小奎龙的忙 至少需要小奎龙一半能力的怪兽 可身边能用的就这三只 这时灵修突然灵光一闪 小奎龙一半能力的没有 但是拥有小奎龙三成能力的 不就有一个吗 灵修询问系统后 确定了现在可以使用能力投影技能 只要自己利用能力投影技能 牵制住风吸的注意力 到时候小奎龙就可以趁机 使用必杀技偷袭风吸一击致命 紧接着灵修便将小变异犬召集了过来 让他们将计划传给小奎龙 他们虽然能听懂灵修说的话 但能理解多少灵修就不知道了 不过他将计划详细地在地上画了出来 然后就让小变异犬去给小奎龙传递计划 突然灵修的背后传来了小奎龙的一声怒吼 只见小奎龙张开血盆大口 一口咬住了风吸的鼻子 被小奎龙咬住鼻子的风吸无法呼吸 憋得脸色通红 只见风吸脚掌用力 一把将小奎龙甩飞了出去 就趁现在营救小奎龙作战计划开始 就在小奎龙被甩飞的瞬间 三只小变异犬冲了出去 他们分头朝着小奎龙而去 就在风吸盯上了一只小变异犬时 另一只咬住了风吸的耳朵 紧接着另外一只也跟着咬住耳朵 就在两只小变异犬吸引了风吸注意力时 第三只小变异犬趁机到了小奎龙身边 将灵修的计划全盘告诉小奎龙 而另外的两只小变异犬不断地在风吸耳边吼叫 防止计划被风吸听见 别说 这小变异犬实力不强脑子还挺好 可被小变异犬炒烦了的风吸 直接一把撞向小奎龙 不过幸好小变异犬已经将计划告诉小奎龙了 这时灵修举起一块巨石 本打算砸向风吸吸引注意力 却没想到风吸一步躲开了巨石 结果巨石净直砸向了小奎龙 糟了 小奎龙 只见小奎龙的头顶被灵修砸出了一个大肉包 看见这一幕的风吸朝着灵修发出嘲讽的笑声 冷静 不要怕 就算只剩我一个 我还有能力投影的加持 可就算灵修这样鼓励自己 当风吸渐渐靠近时 灵修还是被吓得瑟瑟发抖 直接瘫软在地 你 你别过来 这时风吸的脚下散发出光芒 能量似乎凝聚完成了 位置也刚好合适 小奎龙 就是现在 发射 听到我大喊风吸扭头 看了一眼小奎龙 但小奎龙早就不见了踪影 你觉得奇怪吗 告诉你 会刨坑制造陷阱的可不止你一个 只见风吸的底下散发出强烈的光芒 不等风吸做出反应 小奎龙一招爆裂吐息将风吸轰了起来 直接轰出了地洞 而这巨大的轰洞 也引起了对侧局的注意 升级了升级了 灵修的系统升级 就在刚刚 灵修成功击败了一头五吨级的怪兽 但也因此被对侧局的人盯上 本想尽快离开时 却意外发现了一块怪兽金河 当灵修将怪兽金河投位给系统时 系统成功升至二级 并获得一个拥有一次元储存空间的背包 背包看着很小 但里面的储存空间却很大 足以容纳小奎龙 这样以后带着小奎龙就方便了 回到怪兽被击飞的地方 灵修发现怪兽的身体上有一颗更大的金河 正常情况下 金河只会生长在怪兽的脑子里 可这颗金河却像是被人做手术一般缝在身体上 而且看情况 怪兽似乎是被某人圈养在这一般 究竟是什么人 竟敢在对侧局眼皮子底下饲养上骨凶兽 这时系统突然发来警报 看样子是对侧局的人来了 但是怪兽身上这么大的金河灵修可不想拱手让人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敢在对侧局的人来之前离开了 好悬啊 刚刚要是再慢一点就撞上了 虽然系统提示这颗金河足够让系统升到三级 但灵修打算将这块金河送给苏凌玉 毕竟能尽秘境多亏他的徽章 这就算是还他一个人情 就在这时 对侧局的人突然躁动了起来 那风吸竟然还没有死 没想到结结实实的吃了一招爆裂吐息竟然没事 看样子是他身上的那块金河替他吸收了一部分能量 这才让他逃过一劫 对侧局小队的成员被吓得四处逃窜 但却有一个人淡定的走上前 怪兽和觉醒者一样 都是灵气的产物 也没什么可怕的 只见他将外套脱下 灵修眼看一惊 这底下不是我家窗帘吗 肯定是被短面熊打的时候落下了 完蛋 这下回去又要被老妈骂了 这时的男人已经走到了风吸脚下 在风吸面前男人就像蚂蚁一般大小 可下一秒 男人顿时轻轻爆起 原本就健硕的身体 肌肉再次膨胀了几倍 没想到这男人竟修炼到了神府境后期 灵修顿时惊呼 我劝 这肌肉是什么情况 但风吸却不屑一步 发出嘲笑般的低吼声 紧接着便展开血盆大口 打算一口吞下眼前这个男人 可男人却丝毫不惧 只见他单手一举 便将风吸制住 高高地将他下巴抬起 而他的右手顿时战红 如同一把锋利的手刀 轻轻一掌劈下 下一秒风吸便伸手一触 没想到一个普通的人类 竟能手撕一头五吨级的怪兽 并且连小奎龙都咬不穿的皮肤 他仅仅一个手刀就将怪兽一分为二 幸好他们以为自己发现的是风吸 要是小奎龙跟他们对上 估计也得完蛋 看着他们带走风吸之后 灵修这才松了一口气 再次回到风吸的洞穴后 灵修让小奎龙将风吸洞穴的食物吃完 还用自己的背包打包了一堆 终于将洞穴里的食物 连吃袋拿打包干净 小奎龙也在这一个地方 没想到竟然变得这么大 紧接着灵修便出了秘境 只可惜徽章要还给苏灵玉了 不知道之后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灵修掏出手机 跟苏灵玉约了上午见面还他徽章 突然回想起之前偷偷闯入的画面 顿时就感到脊柱发凉 下一秒 苏灵玉就发来了消息 让灵修去体育馆找他 不过这表情包让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到了体育馆门口 灵修试探下的叫了一下苏灵玉 但里面黑漆漆的一片 什么都看不清 天都大亮了 为啥体育馆里这么黑 这时苏灵玉再次发来消息 让灵修直接进去找他 虽然这黑漆漆的一片让他后怕 但毕竟是来道歉的 还是乖乖的进去了 下一秒 体育场的门自动关上了 数不清的金属立柱出现在他眼前 怎么回事 随着踏踏踏的脚步上 一个飞影出现在立柱上方 一直偷窥别人洗澡的变态 加盗窃徽章的小偷 完蛋了完蛋了 苏灵玉这是要关门打狗了 灵修想要向苏灵玉解释 但他却完全不给灵修机会 灵修根本来不及反应 身上的徽章就到了苏灵玉的手上 你也看到了 这个体育场已经被布置成天罗地网 你最好坦白从宽 灵修心想 这也没法了 硬着头皮上吧 对不起 昨晚梅京同意擅自拿你徽章 这是我在秘境捡到的怪兽金盒 我想把它送给你谢罪 下一秒 一根铁棍直接将金石击碎刺在灵修脚边 苏灵玉 你这是干什么 只见苏灵玉再次控制着铁度对准灵修 说说昨天你是怎么潜入我房间的 要是说谎 下次打爆的就是你的头了 灵修顿时被吓得不知所措 眼前的铁棍慢慢地逼近灵修 这是到底要如何解释 总不能告诉他是自动绑定了怪兽系统 让盘古怪兽背着自己上去的吧 此时在背包里的小奎龙已经忍不住了 抢着要出来干掉苏灵玉 这要是让小奎龙出来 学校估计都得被拆了吧 而且今天的怪兽投影也在打风气的时候用掉了 苏灵玉等了半天见灵修还不开口 已经没有了耐心 就在这时 灵修手中突然射出强光 一道强光刺激着苏灵玉的双眼 张不开眼的苏灵玉情急下 胡乱地丢出一根铁柱 离灵修就差两公分 苏灵玉你一个觉醒地打一个没觉醒的人 真没人性啊 还好刚刚用怪兽投影筒的强光拖延了一下 系统也提醒了 小奎龙的投影今天用过了 现在能用的投影只有小变异犬了 趁着苏灵玉还没反应过来 灵修急忙往出口跑 但下一秒 苏灵玉再次控制的一堆铁棍 将灵修的去路封死 只见身后的苏灵玉控制的铁棍形成一道阶梯 顺着阶梯直逼灵修而来 既然你不愿意说 那我就换个问题 和你一起潜入的伙伴是谁 灵修想起来 在苏灵玉打电话提醒时就有特别提到 要是我能带着伙伴离开就联系他 原来他根本不是因为徽章被盗而生气 完全是想逼自己交代出小奎龙 灵修再次掏出怪兽投影筒 同样的办法还想用第二次 苏灵玉操纵着铁棍准备再次对灵修动手 在这间隙 灵修急忙用怪兽投影筒照射自己 下一秒 灵修消失在苏灵玉眼前 静高高地越过了他的头顶 直接窜上了二楼 试图扒开墙缝离开这里 可没等灵修逃离 苏灵玉控制的铁棍再次袭来 眼见已经来不及逃走 灵修勉强躲开了攻击 可苏灵玉再次控制此力 将铁棍和铁板形成一个铁笼 直接将灵修罩住 下一秒 灵修便昏厥在铁笼里 这时灵修的背包出现在苏灵玉眼前 先前苏灵玉看着灵修跟背包对话时 就感觉奇怪 此时背包里的小葵龙们 已经开始躁动不安了 正当苏灵玉准备捡起背包检查时 灵修迷里呼呼地醒了过来 眼见苏灵玉要打开背包 灵修立马要阻止 苏灵玉纵身一躲 一脸玩味地看着灵修 从你的反应我似乎找到了答案 你的伙伴就藏在这包里 灵修很严肃地警告他 包里的家伙很厉害 要是在这打 整个学校都会被夷为平地 但他对灵修的话丝毫不信 就在他打开背包的瞬间 一股强力的气息涌出 没等苏灵玉反应过来 小葵龙巨大的身影便屹立在他眼前 小葵龙的一滴口水 直接给苏灵玉洗了个脸 灵修 你给我老实交代 你这是带了什么东西来学校 灵修向他解释 他叫葵龙 是一只盘古怪兽 只是刚度过幼年期 一听是盘古怪兽 苏灵玉更加兴奋 能跟盘古怪兽一较高下的机会可不多 说罢便纵身一跃 再次控制着铁棍朝着空中跑去 只见他将所有的铁棍聚集 如同一个巨大的手掌 灵修没想到 这苏灵玉竟然这么强 不过他还是提醒小葵龙 爆裂吐息什么的不能用 收起力气跟他稍微玩一玩就行 苏灵玉一听 气不打一出来 巨大的铁拳立马就呼了上去 误伤了灵修 小葵龙用右爪替灵修 挡住了上空落下的铁盾 脱离铁龙的灵修 四处寻找苏灵玉的声音 跟随着小便一犬传来的叫声 只见苏灵玉被卡在了篮球板上 可恶 帮我下来 还有这三只狗也是你的吧 让他们走开 好的没问题 不过你要回答我一个问题 我爸的照片 为什么会在你的徽章里面 原来在七年前的天海市 一头旁骨怪兽 竹龙摧毁半个城市 在那场灾难中 苏灵玉的母亲被压在废墟下 当时的他还十分幼小 面对这个情况也不知如何是好 只能抱着母亲祈祷着 希望有人再救救他们 救救自己的母亲 就在这时 一个身影出现 一拳就解决了那个怪兽 他浑身不满雷电 就这样救下了苏灵玉的母亲 听到这灵修十分激动 我就说老爸不会临阵脱逃 苏灵玉原本就是以灵修的爸爸 为目标努力 却没想到自己苦练多年的一拳 却连面对幼年期的盘古怪兽 都不堪一击 苏灵玉好奇地询问 他平时住哪 你家吗 你不会一直把他闷在书包里吧 算是吧 也总不能说是昨天才来吧 看着这么强的小葵龙 苏灵玉立马就邀请小葵龙 去自己家居住 这样每天都可以对练了 原本不同意的小葵龙 一听苏灵玉说自己家住在秘境里 还有很多食物随便吃 小葵龙立刻就把持不住了 已经上赶的要跟人家走了 可紧接着苏灵玉也对灵修发出了邀请 其实我也欢迎你来的 也欢迎我 这又是几个意思 不过灵修接着询问 后来自己的父亲怎么样了 但接下来的是苏灵玉也不知道了 之后他就被对策局的人带走了 后来他的母亲过世之后 就被现在这个父亲领养 被父亲领着去对策局送锦旗的时候 才知道就他的叫林龙尊 同时也听到了一些不堪若耳的传言 看样子有不少的对策局 目睹了我爸的战斗 为什么那些丑话 我爸的流言蜚语还会传开呢 在那之后 苏灵玉也为了寻找灵修的父亲 而回到过自家的废墟 但在现场只发现了 他落下的大义徽章 就在灵修还想询问时 系统发出了红色警报 灵修立马打开怪兽雷达 发现雷达上检测出一个灵气反应 就在体育馆内 而且是隐身状态 肉眼根本无法发现 但是却逃不过系统的法眼 原来是一头血眼的分离雄体 虽然灵修他们看不到 但是小变异犬敏锐的嗅觉 却能察觉到他 灵修让小变异犬 去把那家伙揪出来 并让苏灵修控制之前的铁龙 让他跟随小变异犬的方向 控制住怪兽 紧接着小变异犬 就上前咬住了怪兽 原来这怪兽 可以通过灵气来与母体交换信息 就像是监控一样的偷窥怪兽 竟然用怪兽来监控怪兽主宰 简直是自讨苦吃 好奇的苏灵修拿手机拍了张照片 并发朋友圈艾特了自己的父亲 想让自己的父亲 帮忙查查这怪兽的来历 这时灵修发现苏灵修手机上的吊坠 难道也是老爸送的吗 这个吊坠跟当初父亲 送自己的玩具一模一样 此时苏灵修的父亲说 想查这个怪兽的来历有点困难 首先要准确地找出发送灵气的器官 然后再将其释放的灵气波 收集起来分析处理 虽然理论上可行 但是操作十分困难 所以似乎没办法 但灵修此时已经搞定了 系统升级后可控制七只怪兽 所以还剩下三个空位 就利用一个空位控制了这只血眼 与此同时的另一点 一个浑身羽毛的人形怪兽出现 薛教授对策局把风希送回来了 但金河已经被人偷了 而在一个实验室内 一个巨大的血眼母体被控制在这 一个博士正和那人形怪兽 观看着小奎龙在体育场内的战斗画面 据他们所知 风希藏身的位置是不可能被发现的 那对策局发现的就是这头怪兽 但眼前这个怪兽明显都有十吨级了 他们也不敢相信 难道一晚上的时间 小奎龙就成长到了十吨级了 只见那博士转身 数了鼠身后血眼母体的眼球数量 紧接着就一把扯下 那些扯下的眼球又变成小怪兽 被博士派出监视小肥龙 就在这时 博士眼前的显示器突然出现了灵修的画面 好像这样就可以接通了 这里是 原来是灵修通过自己控制的血眼怪兽 分身入侵了母体 就是你们两派大眼来监控我们的吗 为什么要监控我们 我其实只想和你做笔交易 什么交易 我希望你可以把你的这头怪兽带来 让我从他身上采集一些基因 灵修一听 让你采集基因 凭什么 这时博士给灵修看了一个视频 是人类的科考队在64年前 在吉原岛拍到的一头怪兽画面 而这头怪兽恰巧就和小葵龙掌的一模一样 博士毕生的研究就是要建立一个怪兽乐园 为此他收集了数以万计的怪兽做实验 当时封吸胸口的金河也是这个博士的杰作 作为交换 他会给灵修提供一些情报 并且关于灵修父亲 灵龙尊的情报 吉原岛的怪兽是在20年前消失的 而灵修的父亲也是在20年前搬来天海市居住的 恰巧灵修手上又拥有一头一模一样的怪兽 博士想要用手头上的资料来跟灵修交换 此时苏灵欲突然想起 这个人叫薛木 本来是生化和怪兽方面的天才 但因为从事基因改造等被命令禁止的研究 而被对特局通缉 苏灵欲想要劝灵修不要上当 却被灵修挡下 不用你说 我也不会和这个讨厌的家伙合作 况且能用偷的我为啥还要和他谈判 苏灵欲没明白灵修说的什么意思 只听灵修一声令下 大眼2345号 上 薛木没明白 灵修手上应该只有一只血眼熊体才对 下一秒 薛木背后传来一阵骚乱 他原本刚摘下的四只血眼 都被灵修控制到走了资料盘 可这时薛木只是拿起一个遥控器一案 其中一只血眼顿时炸的四分五裂 瞬间唤醒了实验室的怪兽 直接将薛木大卸八块 灵修本想让血眼偷回资料 却没想到博士按下一个遥控器 血眼立刻就出现了问题 虽然灵修控制了血眼 但博士为了防止怪兽反水 利用自己的手术异能 在怪兽的身上安装了芯片晶盒 他能吸收怪兽的灵气控制怪兽的成长 也能对不听话的怪兽进行承建 只要博士按下遥控器 晶盒就会瞬间释放灵气 让怪兽像气球一样被吹爆 灵修急忙大喊 快助手 想要我助手很容易 你自己放弃他的支配不就好了 可灵修现在只会驯服 不知道怎么退还 眼看着血眼膨胀的越来越大 怎么样 考虑一下是否与我合作 你还剩最后一点时间 灵气拨断了 就无法对这里的血眼发出指令 实验室的血眼分身四处逃窜 灵修也在这时做出了回答 我拒绝 老子就算一辈子找不着爹 也不会跟你合作 你压根不把怪兽当人看 别说小葵龙的基因 就是大眼我也不怀你 愤怒的灵修感觉 都要穿过屏幕去打他 就在这时 小葵龙从背包里走了出来 他透过屏幕看到实验室的惨状 人形怪兽看到如此巨大的小葵龙 顿时就被吓住了 你就是肆意践踏生命的蠢猴子吧 竟敢把怪兽当成玩物 下雨 小葵龙一声怒吼 实验室里的怪兽仿佛听到召唤 一个个都从沉睡中苏醒了过来 原来是小葵龙通过血眼的灵气 拨向那边传输灵气 实验室里的怪兽 接受到小葵龙的灵气后 都振作了起来 纷纷挣脱了束缚 其中一个怪兽挣脱束缚后 直接将薛木一分为二 看见这血腥的场面 苏灵欲立马捂住了灵修的眼睛 这不是你该看的场面 大眼三号 赶快离开那里到我们这边来 紧接着大眼三号 便跟着怪兽逃离了实验室 一直支撑着信号的血眼母体 看着他们都离开也安心了 最终倒在了实验室里 实验室里一片狼藉 一头怪兽正肯食着博士的一半身体 但没想到这博士竟然没死 只见他召唤了一身 自己的另一半身体 那身体里竟然爬出一堆恶心的肉虫 这些肉虫爬到博士身上 与其融合后 博士的身体又恢复如初 此时在另一边的体育馆内 灵修的系统因电量耗尽失灵了 小奎龙也在这个时候出现了状况 苏灵欲解释道 小奎龙现在的状况 是灵气窒息的症状 灵修一听灵气窒息 不话不说就给小奎龙 做起了人工呼吸 苏灵欲一看也是无语了 他解释道 灵气窒息是消耗灵气之后 因为得不到及时的补充 就会形成像窒息一样的症状 小奎龙身上70%是由灵气组成 基本都靠灵气维持生理机能 而蓝星地表灵气非常稀薄 所以刚刚那一声王之咆哮 就像是在高原反应的情况下 还剧烈运动 因为灵修完全感受不到灵气的存在 所以不知道这些情况 而小奎龙肯定是明知不为 没想到小奎龙竟然这么贫 不过还好苏灵欲带了 能抑制体内灵脉系统兴奋 让灵气在体内收缩凝聚的药 灵修立马拿给了小奎龙喝下 这时 邪眼也从吉原岛逃了回来 并且还拿到了吉原岛的资料盘 眼看着邪眼们重聚的场景 灵修却疑惑得怎么只有两只 看样子应该是都遇难了 而眼见着到手的资料 灵修竟然毫不在乎 直接给毁了 灵修你干什么 你不想知道你父亲失踪的真相吗 这次的顺利不过是侥幸 薛木不会这么轻易丧命 谁知道这个资料盘 是不是他下一个诡计的开篇 如果不是今天这种情况 而是正面硬堂 我们没有胜算 我不能拉着我的怪兽冒这样的险 所以 我有义务保护好他们 苏灵欲看着眼前的灵修 明明昨天还是个被欺负 也只会嘴硬的模样 现在的他或许值得期待一下 这时苏灵欲交给灵修一张海报 灵修一看 你已经自恋到 拿着血针海报到处发的程度了吗 原来这是大议会的会员资格考试宣传海报 灵修以后要做什么 都绕不开秘境 所以苏灵欲建议灵修考一个徽章会方便 虽然灵修也很小 但他不是觉醒者 就在灵修犹豫之际 小奎龙一把将灵修叼了起来 他考 我替他定了 刚才开始就怕这怕耐了 怕啥 谁挡路我催了他 可紧接着 小奎龙浑身冒起了白烟 体型竟然缩小了 想过怪兽当宠物的都知道 一般人家根本养不起 因为他光是一顿饭 很可能把你吃得倾家荡产 更何况是怪兽之王哥斯拉 可没想到看上去凶猛无敌的小奎龙 竟然连一个小女孩都打不过 仅仅只是一招 小奎龙便被甩飞出去 但谁又能想到 眼前这个小女孩看上去小小玲珑 却已经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 就在灵修参加大议会科艺考试两个月后 一直在家等成绩的灵修 发现小奎龙迷上了游戏 大哥 你这不是在玩游戏吗 合着你一上午都在这沉迷游戏呢 输了一上午的小奎龙气的 一口爆裂吐息给手机考的外苏林安 还借口说完游戏是为了模拟爆裂吐息的用法 但那可是我的手机啊 就在这时 灵修的妈妈夺门而入 来 奎龙仔 撸串 我给你现考的 没想到有了小奎龙之后 妈妈居然这么偏心 给小奎龙撸串却只给灵修一个面包垫肚子 为啥他吃肉 您儿子只能啃面包 那你咋不说爽 为啥人家奎龙仔天天学习 你就知道在床上 我去 他那是沉迷游戏好不好 原本灵修还担心妈妈接受不了小奎龙 没想到 结果自己才是充话费送的 就在这时 苏林玉破门而入 灵修在吗 可以考试成绩出了 连你打一上午电话都不接 害我还得跑过来通知你 灵修看了一眼小奎龙 肯定是他玩手机给我把电话都挂了 之前还说让我放心去考 亏我还觉得感动 结果就是一个大骗子 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下一秒 灵修和小奎龙就被教训了一顿 哎呀 这不是苏林玉吗 每次参加家长会都看见你在上面演讲 哈哈哈哈 阿姨也在啊 苏林玉这次带来了考试成绩 没想到灵修科一竟然是第一名 这次给灵修妈妈高兴坏了 不过科一只是考核秘境和怪兽基本常识的比试 科二则是体能测试 历年通过率不到10% 科三实战测试更是经常全军覆没 灵修母亲担心没有觉醒异能的灵修 但灵修却十分有信心 妈 你放心 虽然我没有觉醒异能 但我自有其他本事 阿姨 我今天过来 其实也是为了这个事 希望你允许灵修住到我家 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考前特训 听到这 灵修和妈妈都惊呆了 真是大不中留啊 饭都没吃 灵修就被带走了 结果没想到 大名鼎鼎的苏天才怪兽研究中心 竟然就是苏林玉的家 不仅如此 研究所的地下停车场 还有一个专属的秘境入口 苏林玉的父亲为了方便研究 所以就直接住在了秘境了 灵修没想到 这秘境竟然还能被个人承包 苏林玉解释道 因为世界各国对秘境采取的 都是先占先得的原则 但因为持有的过多管理麻烦 所以也会拿出一些 比较稳定的秘境出租 成租者只需要是大议会成员就可以 灵修一听 等自己通过了大议会 岂不是也有机会拥有自己的秘境 这样就可以把奎龙仔和小狗子大眼 放出来一起快乐生活了 紧接着苏林玉便带着灵修来到一间医疗室 大眼在这里受到了两个月的治疗 已经恢复如初 但眼前的大眼居然和大眼妈一个模样 原来大眼分身只是母体的一个器官 当他们合体才是完整的生命体 当母体受到严重损伤时 就会有分身转化为新的母体 听完苏林玉的解释后 灵修就打算将大眼装进背包 这时苏林玉说要出去接个电话 紧接着一个小女孩就走了进来 大哥哥是觉醒者吗 好可爱的怪兽啊 可以握个手吗 见如此可爱的小女孩 灵修很爽快的就答应了 本以为是简单的握手 可当小奎龙和小女孩接触的瞬间 小奎龙顿感不妙 不管自己怎么使劲 都没办法离开小女孩的手 小女孩解释道 这叫八级拳 是一种擅长借力打力的拳法 你被抓住的手使的力道越大 身体需要承受的力道就越大 小奎龙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重 紧接着女孩轻轻一甩 就将小奎龙扔了出去 虽然小奎龙吃了苏林玉的药 体重没有之前的重 但就算这样 怎么会被这么轻易的甩出去 不服气的小奎龙再次朝女孩冲了过来 可女孩淡定的丢出一颗球 顿时烟雾四起 当所有人都被烟雾遮挡事业时 一道飞影出现在灵修的身边 不少觉醒者都喜欢华丽的招式恐吓对手 想让对手感到生命威胁 一把水果刀足引 而当人感受到生命威胁时 就会不自觉的抓住救命稻草 把他交出来吧 面对威胁 灵修也只能乖乖地将怪兽投影交出来 苏姐特别叮嘱 你能瞬间增强能力 靠的就是这个吧 对了 忘了自我介绍 我是你的特训教练 方天极 昂堂怪兽之王哥斯拉 竟被小女孩打得鼻青脸主 顿时激起了小奎龙的怒 还好灵修及时拦住了小奎龙 就在这时苏林玉回来了 原来这个小女孩是苏林玉请来的陪练 苏林玉说 她已经参加了十次大议会考试 可谓是非常资深 我只是为了增加实战经验百战成钢 可不是考不过 苏姐 这就是你记忆厚望的黑马吗 不管反应还是实战经验 完全没戏啊 这时苏林玉从包里拿出一包金盒 方天极 我们打个赌吧 如果你让灵修认输 这包金盒就是你的 看见这一大包金盒 方天极顿时两眼放光 哇 苏姐 你压住这小子也太大手柄了 灵修一看 这不是自己从秘境里带出来的那块吗 不过灵修一惑 敲成细碎的金盒也值钱吗 就知道这些才肆无忌惮地打碎金盒 接着苏林玉再次说道 如果你无法让他认输 就要为他设计一套详尽的特训方案 方天极指了指一旁的小奎龙 这家伙也上吗 虽然苏林玉说了小奎龙不用上 但方天极也提出了疑问 要是他打死不认输 我也不敢把他咋样 不如这样吧 他的强化道具在我手里 无论什么方法 只要能把这个抢回去 就算他赢 可是连小奎龙都不是这丫头的对手 灵修也担心 认谁上你都不能上 认谁上 灵修听到苏林玉的提醒 这才想起来自己包里还有小变异犬 好 就按你说的办 谁怕谁啊 下一秒 灵修就拿起背包冲了上去 一敢将外套丢向方天极 区区障眼法 就在方天极将外套拦开时 灵修的背包朝着方天极袭来 但当他接过背包之后 却发现灵修不见了 而手里的背包突然传来动静 三条小变异犬从包里跳了出来 就凭三只狗就想牵制我 未免太小瞧我了 就在方天极大意的时候 灵修也从背包里冒了出来 我去 你这是包还是哆拉恩梦的口袋 灵修趁机一把夺过了投影手电筒 可恶 你竟敢戏耍我 就在方天极抓住灵修的瞬间 灵修立马用投影手电照射了自己 下一秒就用小奎龙的投影进行了反击 这场赌局是我赢了 看来是这样呢 连环剂的手法和紧急状况下的反应都可圈可抵 就在灵修因此洋洋得意的时候 方天极一个袭击 顿时就让灵修差点升天 然后又一把胡椒粉糊灵修脸上 可恶 我不会放过你的 这操作也是让小奎龙和苏灵修无语了 但这操作立刻就把灵修惹恼了 用尽全力的一击紧接着就朝方天极而去 但就在这时 方天极坦白 自己并不是觉醒者 灵修一听方天极也不是觉醒者 立马就改变了拳头的轨迹 就差几公分直接将方天极抱头 不是觉醒者你早说呀 我差点就打上了 苏灵修看见这一拳的威力也被震惊 这一拳不亚于自己之前的一击 至少有灵翘近的威力 这时灵修的手突然抖了起来 你为什么抖这么厉害 是在后怕吗 这样的一拳要是打在普通人的身上 一定会是血浆四剑的下场 方天极提醒灵修 虽然我不是觉醒者 但就算是觉醒者 还这么一拳也是这个下场 虽然觉醒者体魄会强很多 但也是血肉之躯 只要一把水果刀就能让对手感到危险 所以这一拳不能打在人身上 既然你展示了自己的资格 那我也不藏地掖着 我确实是大议会的成员 那连续十次参加大议会考试 是作为陪跑官 紧接着苏灵修便带着他们 来到了自家的秘籍 在这途中 方天极给灵修介绍了考试内容 虽然每年的实战考试都会变 但万变不离其宗 毕竟考试核心的目的是淘汰 只要敢再增强这段时间 主动去淘汰掉参赛者不就可以了 不过现在的问题就是 灵修他敢用拳头往人身上招呼吗 就算灵修抱着必胜的决心 但知道自己这一拳就能将人砸得稀粉 内心难免还是无法放下 所以方天极这次的特训内容就是 帮灵修找一个不重伤敌人 也能让敌人失去战斗力的打法 但就在这个时候 一只巨大的龙虾对灵修等人发动了突袭 这是头三十一年不刷牙的小龙虾 不仅拥有比哥斯拉还大的个头 成了三十一年的口气直超爆裂吐息 原本我们正坐着缆车进入苏灵狱的秘境 平方天极介绍这里有头比身子大的鸟 所有人都十分好奇地进入秘境时 灵修发现缆车下的湖里有一个巨大的道理 好像是一头巨大的小龙虾 当灵修跟小葵龙介绍完龙虾有多好吃之后 小葵龙立刻就有了生理反应 毕竟四周的灵气顿时都往小葵龙体内聚集 身体不断地变大 直接将缆车撑爆 支撑不住重量的缆车直接脱离锁到掉落 还好小葵龙就在这时跳出了缆车 苏灵狱才及时地控制住了下落的缆车 这才让缆车勉强浮在了水面上 别开心得太早了 这是缆车不是船 虽然缆车被控制住了 但还是在缓慢地下沉 快 我稳住车厢 你们两先逃 就在所有人都爬到车厢顶时 一头巨型龙虾出现在灵修身后 这是一头成年期寿将级的立伟坦龙虾 只见他一拳朝灵修等人砸去 夹起苏灵狱控制的缆车 直接将其家暴 没了能控制的缆车 苏灵狱现在手无缚机之力 就在龙虾要接着对苏灵狱展开进攻时 灵修及时使用了小变异犬的投影名利 拉着苏灵狱等人逃离了龙虾 这时龙虾直接顿进了湖里 朝着灵修等人逃跑的方向 一口存了三十一年的口气顿时喷出 就在要命中他们时 他们及时潜入了水里躲避 但下一秒 眼前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倒影 一口将他们吞了下去 原来是小葵龙来救他们了 小葵龙将他们含在嘴里 送到了湖中的一个塔下 这时方天几将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 喂喂 你干嘛 遇到大危机了 所以轻装上阵一下呀 结果谁能想到 一件衣服里竟然藏满了武器 紧接着灵修等人爬到了塔上躲起来 龙虾也在这时赶了过来 小葵龙试探性地在龙虾四周绕了一圈 龙虾是节肢动物 眼睛虽然有广泛的视觉范围 但无法像正常的动物一样成像 所以小葵龙在龙虾四周移动时 在龙虾眼里就像马赛克一样 下一秒小葵龙顺势出击 一口咬住了龙虾 但龙虾坚硬的外壳 小葵龙竟然咬不动丝毫 这时小葵龙想起了 灵修跟他说过的麻辣小龙虾 直接一个爆裂吐息 将嘴里的龙虾喷上天 下一秒龙虾怪兽就变成了烧烤龙虾 结束战斗之后 小葵龙便带着灵修等人离开湖泊 回到岸边后 小葵龙被一阵香味吸引 竟然是刚刚被爆裂吐息烤熟的龙虾 灵修等人看见这直接两眼放光 不过小葵龙疑惑道 这可这么硬 怎么吃 我来 吃小龙虾我最熟 我吃过的小龙虾没有一万也有八千 只见灵修一顿操作 龙虾直接被分得干干净净 就在众人都在吃着龙虾的时候 方天己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 我想到你快速通过考试的方法 只要不用拳头的力量直接用电 这样就能麻痹对手了 这个方法就跟灵修父亲的招式 雷霆铁拳一样 天黑后 他们终于回到了苏玲玉的住所 在餐桌上 方天己跟灵修说了特训内容 那就是抓龙虾 龙虾的壳打不穿 刚好适合练雷霆铁拳 不过灵修十分怀疑 你不觉得有一种可能 拳还没练出来 我就丧命下凹之下吗 在小葵龙休息的住所 灵修还是十分担心特训不靠谱 半夜便自己使用灌兽投影练习 大半夜不睡觉 隔着整啥杂耍 你不会以为肚子大就能吐爆裂吐息 胳膊粗就能打雷霆铁拳 用脑子想想 你那个怪兽投影是怎么用的 灵修回忆起之前想闻空气里的气味 于是就投影到了嗅觉 想要攻击时就投影到了龙爪 灵修豁然开朗 那就是说 其实我也能投影到你的雷霆能量 现在知道求谁了吧 灵修二话不说 就抱上了小葵龙的大腿 此时另一边的苏玲玉 对方天己发出了疑问 你让现在的灵修去抓龙虾 完全是送死啊 你那么担心 他怎么不把他含嘴里 放心放心 那小子天生公主命 宠他的不止你一个 这时苏玲玉看向窗外 发现小葵龙正带着灵修训练 小葵龙让灵修以一个奇怪的姿势趴着 这一幕都把苏玲玉逗笑了 这是怕打不过龙虾 先练挨打吗 紧接着小葵龙一脸邪恶的表情 一脚踹在灵修屁股蹲上 你在做什么 确定没搞错 别捣乱 继续趴好 仪式还没有完呢 紧接着又一尾甩在灵修身上 怎么样 感受到什么没 我只感受到你在耍我 此时苏玲玉却上前说道 我感受到了你体内真有灵气在聚集 小葵龙解释道 要驾驭雷霆能量 需要集中精神感受体内能量 沿着四肢百害运转 将其汇聚到一个点上 听他们这么一说 灵修确实感受到体内有一股热流 紧接着小葵龙让灵修将能量引导向双手 然后按住灵修 让苏玲玉帮忙给灵修通通气 只见苏玲玉一锤子 直接将灵修打飞了出去 糟糕 静用大了 不小心打飞了 不不 效果刚刚好 你看 此时在水里的灵修 游泳的速度跟飞一样 身体竟发生了净化 净化了净化了 灵修的葵龙形态净化了 以他现在的形态 就算跟利维坦龙虾单挑也是有来有回 怪兽之王的属性还真是厉害 灵修绕到龙虾后方 趁机用尾巴困住龙虾 当灵修准备集中精力 尝试着使出雷霆之力时 龙虾突然向后一跃 挣脱了灵修的束缚 紧接着立马就朝着灵修攻击 虾凹直接击中灵修腹部 一把就将灵修击飞 下一秒又使出三十一年的口气捕刀 但这时的灵修不怒反省 没想到刚刚龙虾的一招 反而让灵修误打误撞地使出了雷霆之力 来得正好 紧接着灵修便迎头而上 灵修竟成功地用出了雷霆之力 灵修落水后 没想到身后再次出现了龙虾的身影 火箭果然还是不行 又来了 结果只是虚惊一场 龙虾已经被灵修考得外苏林安 正当灵修高兴地驮着龙虾往岸边游石 怪兽投影地实现到了 失去小葵龙能力的灵修 差点因此溺死在湖里 还好小葵龙及时将它捞了出来 接下来又经过三十天的训练 大家顿顿吃了三十天的烤龙虾 灵修终于掌握了雷霆之力 以灵修现在的实力 通过考试的问题应该不大 紧接着苏灵修带着灵修来到实验室 这是灵修看到实验室里的一张合照 竟然是苏灵修的父亲和薛木的合照 这时苏灵修的父亲出现 薛木曾经是我的学生 听灵修说你们已经见过面了吧 他这个人执着而偏执 为了目的不择手段 他让你拿到资料 或许就是为了调你上钩 而且这次大一会资格考试 恐怕会有他的音音 灵修一听立马耸了 但苏灵修表示 薛木已经盯上你了 所以我们再三考虑 觉得不如引蛇出动 小葵龙也放话 放心吧 有我在 可是问题是小葵龙在地表使用力量会有危险 放心 这件事已经被我攻克了 小葵龙只要吃了这个 就能在一段时间内释放灵气进行战斗 到了考试当天 苏灵修早已在考场门口等候灵修 结果苏灵修只是跟灵修打了个招呼 顿时就让他成为了众矢之地 还傻愣着干什么 既然来了 就赶快进去吧 只是门口的这段路 灵修都快被众人的眼神杀死 就在这时 陈虎拦在了灵修面前 没想到你也报名考试了 这是准备走后门 上次挨我一顿揍一个月不敢来学校 你还真是你爸的好儿子 看来我上次和你说的话 是对牛弹琴了 不 苏主席你的教会我一直铭记于心 不过我要提醒你 在考场周边使用异能思豆将会取消考试资格 你看考场内外这么多眼睛正巡逻呢 就算你不在乎 但灵修可是第一次 怎么样 要试试不用异能二打五吗 面对陈虎的挑衅 灵修掏出了投影手电 这时 方天极按住了灵修 紧接着便冲了上去 一脚将陈虎的一个手下踹飞 下一秒 一把抓住陈虎的胳膊 直接将陈虎制服 应你要求试过了 不用异能一打五 还有事吗 灵修哥 看待这家伙都跪地忏悔的份上 原谅他吧 方天极突然这么穿火 灵修一脸震惊 我去 这丫头哪冒出来的 这么能打 你可必怎么办 那是方天极 连续十次优秀通过资格考试 来考场和窜门一样 紧接着灵修 便在众人的议论声中进了考场 这时灵修发出疑问 对了 从早上开始 一直听有人说传闻啥的事怎么回事 原来方天极编了个传闻 说是千年一遇的天才美少女 主动申请陪讨官 因为他发现了一个 五千年一遇的奇男子 想把那人收入自己的冒险队 这传闻 直接把灵修推上了风口浪尖 这时小葵龙发现了一旁有古怪 陈虎那个方向飘过来的灵气似曾相识 而且之前那个肌肉男 好像跟陈虎密谋着什么 紧接着灵修便派出了大眼过去监视 结果陈虎上的车 竟是薛木坐在里面 别怕 陈少爷 陈局长找我们来助你一臂之力 此时在考场的广场 一个壮硕的教官走了出来 我叫丁涛 是这次天海市大议会考试的考场负责人 今天对你们这帮新人 我不要求你们有缔造传奇之能 但至少要展现出安民济世之志 来吧 给我看看你们的决心 与此同时 大眼监视到了惊人的秘密 只见陈虎缓缓走了出来 但他却发生了便秘 科木二的考试开始 大家都凭借着自己的异能考试 不过灵修打算凭借着自己的能力通过测验 好在觉醒者都只会一项异能 所以他们大多会偏刻严重 灵修只要让自己的综合成绩保持在中上游 应该就不会被淘汰 成绩出来 灵修以倒数第二的成绩勉强通过 还好这次通过率从10%提升到了20% 要不然灵修肯定被淘汰了 而在考场的另一点 考官正看着考生的成绩 这次考试还真是出了不少不错的人才 比如天海市第一高中 今年刚刚觉醒太乙系火焰异能的赵武 还有牧人 罕见的太乙系植物异能者 但可惜体弱多病 今年因为扩招勉强通过体能测试 这时考官注意到了两个人 一个是林隆尊的儿子灵修 苏灵御走后门 给灵修弄了个拥有雷霆异能的假资料 另一个就是陈虎 这次他的科二成绩 还超过了万年霸榜的方天井 紧接着考官便出来宣布了科目三的内容 我现在宣布本次考试科目三的内容 你们有90分钟的时间 在我身后的考场里找藏好的怪兽金盒 忽然改变的科三测试令众人一惊 结果只听教官一吼 都给我闭嘴 令场下的众人顿时震耳欲聋 此人名叫丁涛 觉醒奇门戏施吼异能 接着便带着大家进入场内 而这逃场就是一个巨型迷宫 考试内容就是尽可能多的在迷宫内寻找金盒 至于寻找的方法没有任何限制 不过这考试内容可把灵修高兴坏了 只要凭借着怪兽雷达 这场考试我赢定了 完蛋了完蛋了 陈虎竟然与薛木合作 大闹大意会逃场 灵修开启回龙形态与其大战 在考试刚刚开始时 灵修本以为靠着怪兽雷达能迅速的找到金盒 却没想到他早已被人盯上 就在他找到金盒的瞬间 那家伙立刻趁其不被偷袭 抢走了灵修手中的金盒 正当灵修想要去追时 苏灵玉却拦住了他 苏灵玉你干什么 前面那人抢了我的怪兽金盒你不抓他 反抓我 你追上又能怎样 拍怪兽投影揍他吗 冷静下来想想 现在这个状况一动是最危险的 只见刚刚抢走灵修金盒的那个人 被地下冒出的藤蔓抓住 原来是太乙系植物异能的牧人 结果他当当抢到手还没误热 身后的藤蔓就被火烧找了 嘿嘿嘿 牧人修 虽然我们都是太乙系 但打起来我似乎比较占便宜 这时灵修看向计时器 时间不断地减少 人数也在不断地减少 看来虽然测试是找到金盒 但毕竟寻找金盒的方式没有限制 所以很多人比起去寻找 还是直接从别人手里抢比较快 不过方天启当时十分淡定 放心放心 其实我早有安排 有这个在害怕啥 不是吧大姐 你不会要拿这个烂鱼冲树吧 另一边 牧人和赵武的战斗也接近尾声 毕竟火系是颗木系的 牧人面对赵武也是束手无策 也只能乖乖交出手中的金盒 毛寸头小子 你手里是不是有一颗怪兽金盒呀 听到有人突然出现 赵武立刻警惕了起来 结果下一秒 陈虎的脑子就飞到了赵武面前 赵武快把怪兽金盒交出来 我是陈虎啊 难道你不听我的话了吗 赵武记得陈虎明明是聚力异能 但怎么会是这个情况 陈虎困住了赵武 逼迫他交出怪兽金盒 但赵武回想着 自己带着弟弟妹妹过的苦日子 受苦这么多年 弟弟妹妹还指望 自己加入大义会赚大钱 他不想就这么轻易放弃了 所以就算觉得自己没有胜算 那也要搏一搏 抱歉 陈公子 我还是决定不把怪兽金盒交给你 你说的没错 你很强 我很弱 但你忽略了一点 这场测试的规则 是会把强弱逆转的 故人凶 来也凶 我们三个一起上 弹掉他平分金盒怎么样 结果陈虎指了指赵武的后面 赵武这才发现 另外两个早已被制服了 陈公子饶命 怪兽金盒给你 我上有八十岁老奶 下有两个八岁的弟弟 吵死了 我把你吞掉了 你去和我胃里的碎肉说吧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苏灵御及时出手 斩掉了陈虎的脑子 但小奎龙感受到 陈虎的气息并没有减弱 这时小奎龙回想起 这个恶心的气息 就是薛木那家伙身上的气息 只见陈虎的脑子 正在自己愈合 而考场内的陈虎 竟不止一个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 但可以肯定 那不是陈虎 紧接着苏灵御便用通讯工具 向考官报告了考场内的情况 考官急忙查看了 考场内的监控 这才发现考场内 竟然有怪兽入侵 考官立刻联系了技术组 让技术组解除封闭系统 安排考生逃离 但在这个时候 监控里再次出现了 一个怪兽的身影 现在整个考场的控制系统 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感谢大义会为我们 制造了一个 瓮中捉鳖的机会 看样子现在考场内 只能靠自己解决了 苏灵御立马安排 方天吉去保护好考生 不过方天吉表示 保护啥的我不擅长 就交给苏姐了 我和灵修 还是按照原计划执行 只见灵修立马 开启回笼形态 反正都是把对手聚起来 15分钟内打倒 只不过从考生 变成了肉虫子 刚好可以见识一下 雷霆铁拳的威力 此时对策局 在考场门口集结 好队长 你这是几个意思 竟然包围了整个考点 我们在15分钟前 接到有人求救 说考场有人求救 而考场的封闭系统 却在此时出现 故障急需救援 被关在厕所的陈湖 也被对策局发现 但考官丁涛却淡定一笑表示 不管什么怪兽 还是什么系统故障 我们都比你们有处理经验 你所谓的措施 就是强行破坏考场大门吧 贸然破坏大门 可能导致怪兽进入城市 给周边的居民带来威胁 所以这是陈局长签署的命令 完善封锁考场 然后再开始营救考场考生 紧接着便率领成员 将考场包围 面对对策局局长 亲自签署的对策令 丁涛也没有办法 考官也将对策局 封锁考场的消息 告诉了苏凌玉 我们会尽快想办法 开一个缺口进去 但目前只能拜托 你和方天级保护好考生 最好把考生们聚集起来 苏凌玉看着迷宫里 一群像眉头苍蝇一样的考生 想要聚集起来有点困难 这时他看见地上的几根钢管 想到了一个主意 你放心吧 我想我有办法解决 紧接着苏凌玉 控制着周围的钢管 将钢管都聚集了起来 在迷宫的中心 建起了一个标杆指引考生 而此时的另一边 被抓住的牧人 就要成为怪兽的口羊 就在这时 突然一个拳头击飞了怪兽 并用火焰将周围的肉虫烧死 原来是赵武带人来救他了 紧接着他们便 静止朝着苏凌玉的标杆而去 怪兽起身还想追 牧人立刻用藤万封住了墙洞 两三个一组围住他们 也让他们再往中间走一步 鸟人指挥着怪兽 拦住前往标杆的去路 他也前往标杆中心对付考生 但他没有想到 此时的方天级正躲在塔顶 等他靠近 方天级一跃落在鸟人身上 将一瓶食用油 倒在了鸟人身上 紧接着又掏出打火机 正准备要点燃鸟人的时候 天花板在这时被开出了一个洞 原来是丁涛破坏了房顶 灵修开启奎龙完全形态大战 却不敌畜目的怪兽 就连小奎龙都被怪兽吞了 就在刚刚 丁涛将天花板开了个洞 准备将考生救出来 但此时铁塔上的考生 已经被怪兽包围 灵修为了吸引怪兽 独自拿着怪兽 金和吸引铁塔上的怪兽 等怪兽靠定之后 灵修立刻开启奎龙形态 一拳将眼前的怪兽轰得吸碎 紧接着又将另外两头解决 而这些怪兽竟是一只只吸虫组合而成的 被攻击后 只要有一只没被清理 它们又会立刻繁育重构生物体 不过灵修刚刚的表现都被考官看在眼里 这小子本是不错 但此时所有的怪兽都盯上了灵修 下一秒 一堆吸虫偷袭了灵修 将灵修包围了起来 当考官准备出手救援时 灵修却从吸虫堆里伸出一只手 示意苏灵修将洞口堵住 他这是干什么 喂 你在干什么 怎么把出路封起来了 这下咱们怎么逃 结果下一秒 灵修就以奎龙的完全形态出现 接下来到晚 把洞封住之后 灵修就不用担心对策局和大议会的监视 肆无忌惮地开启奎龙完全形态战斗 只见两只怪兽朝着灵修而来 这是假忍风 灵修如同闪电般的速度冲了出去 片刻间就将两头怪兽解决 看到这一幕的众人都在惊呼 但唯有赵武察觉到了不对劲 他提前查过灵修资料 记得灵修是个太乙系雷霆异能 但太乙系都是操纵自然的能力 灵修现在改变肉体 明明是奇门系才会有的能力 不过 此时的怪兽已经被灵修打得瑟瑟发抖了 哥这辈子主打叛逆 这就过去手撕了你 紧接着便朝着铁塔冲了过去 一手一个怪兽 把那些怪兽吓得都玩铁塔上逃 喂灵修 别把怪兽往上面赶了 这时铁塔承受不住重量摇摇欲坠 苏主席 塔快要倒了 再加把劲啊 闭嘴 我已经在做了 铁塔下突然有一堆怪兽聚集 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 好久不见了 苏大小姐 以及大英雄玲珑尊家的公子 薛木 他果然来了 我们不是谈好的条件吗 既然你已经拿走了信息盘 那么是不是该兑现承诺了 这时突然有一头怪兽朝着赵武而去 结果怪兽却掉了下去 只见一群怪兽融合成了一张薛木的脸 整座铁塔都在薛木的嘴里 灵修 你已经无路可逃了 把集园岛怪兽交给我 眼见着薛木打算把整座铁塔吞下 这时小魁龙跑了出来 嚣张个屁 老子下去还不一定谁吃谁呢 灵修喊着铁塔上的烤生赶紧从塔上套开 但此时塔上的烤生却起了面孔 灵公子 下面怪兽要什么东西你就给他吧 赵武听牧人说的话气不过 玩植物的 你说这种话 到底算哪边的 信不信我烧了你 可下一秒 一个胖子按住了赵武 甭跟这小子废话 他是灵修同学当然帮忙说话 灵修你听见没 赶快把东西交出来 别牵连我们 灵修没有办法 只能让背包里的小变异犬掀出来 让小变异犬掀跑到塔上躲起来 奎龙 你真有把握对付这么大的怪兽吗 别裸里巴缩的 赶快放我下去 踩一个受降级 老子吃的还少呢 紧接着灵修便把小奎龙丢了下去 看到小奎龙出现的众人一惊 我去 这是什么鬼 这个怪兽 和灵修的变身看起来真相 难道这和灵修异能之间有什么联系 众人都希望这头怪兽能帮他们脱离险境 只见小奎龙冲进了怪兽的嘴里 结果吞了小奎龙的怪兽却打了个宝贝 大哥 你不是说手道情爱 这还搞啥呀 不过灵修发现自身的奎龙形态还没消失 说明小奎龙应该没事 但吃了小奎龙的薛木并不打算就此大秀 他打算将铁塔上的考生全部处理掉 灵修急忙前往塔顶营救考生 可下一秒铁塔就被薛木全部吞下 幸好牧人利用藤万将考生全都救下 不要都过来 我要撑不住了 考生害怕的让苏灵狱赶紧打开天花板 让大家逃出去 苏灵狱犹豫的看向灵修 只见灵修手指着小变异群的方法 此时赵武看向小变异群 这是考场外的天花板上 考官正在想办法进入考场救援考生 但此时考场内太乱 要是轻易轰开考场害怕伤到里面的考生 而各大媒体记者的无人机 也在考场的上方采集第一手资料 就在这时 无数的触手从考场报了出来 记者第一时间就将现场状况转发到网上 考场情况立刻就上了热搜 队长已经上热搜了 我们还要继续等下去吗 我只遵从上级指示 陈局长没有发布行动指令 这时陈柴良打来电话 笼子已经为好 可以收口了 紧接着一声令下 对策局所有成员开始破门而入 丁考也在这时在天花板上破了个洞 但洞里却冒出了黑烟 里面什么情况 不会是湿火了吧 原来是小变异犬在这之前拉了一堆精华 让赵武用异能点燃这些精华之后 便冒出了滚滚黑烟 苏主席 灵修 已经可以了 开始吧 过年了过年了 在这里我让陈虎给大家磕个响头 祝大家新年快乐 就在刚刚赵武利用小变异犬的精华放出黑烟 让其他考生先离开考场 而此时的另一边 有一个人正密切观察着现场的一举一动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大议会考试会大乱 同时在场的 你猜还有谁 难不成是灵修 可是 我保证灵修没觉醒任何能力 就是个普通人 没等陈虎把话说完 陈柴良一把抓住陈虎 我让你抢玲珑尊留给他儿子的项链 而你又干了什么 陈柴良凶狠的表情 顿时把陈虎吓尿了 紧接着陈柴良一把将陈虎甩开 又将一本笔记丢给陈虎 竟是陈虎的日记本 年轻人看漂亮女孩心愿一马很正常 但别因此忘记该做的事 记住了 你的一个失误 可能就要几十上百人的性命来买单 这句话直接把陈虎吓坏了 连手中的日记本都吓掉了 掉落的日记本中掉出了一堆苏灵玉的照片 此时的体育馆现场 对策局正在破门而入 但门缝里却飘出滚滚飞烟 竹楼入侵后抗阵楼都有防火 这是觉醒者的把戏吗 而在体育馆的内部 只剩灵修等人还未撤离 就在这时 薛木的嘴里突然冒出鲜血 哈哈哈哈 怎么样 你们底牌都被嚼碎了吧 灵修看了一眼身上 发现自己的奎龙形态并没有消失 不用着急 奎龙不会输 我还能变身就是证明 下一秒 薛木的额头鼓起一个大包 竟是小奎龙从中冒了出来 只见小奎龙不停地啃食着怪兽 性化点不断地在增加 这时薛木张开嘴 嘴里由吸虫组成的拳头朝小奎龙而去 一拳击中小奎龙腹部 没用的 我可以无限再生 小奎龙不甘示弱 紧接着又大口大口吃了起来 这时灵修的系统突然提示 检测到奎龙负伤 是否消耗净化点为小奎龙疗伤 你能复活 难道我们就不能了吗 奎龙仔 努力吃 吃它们就可以恢复 只见奎龙刚刚的负伤瞬间恢复 看到这的薛木更加兴奋 这龙的恢复力超出预期 可就算小奎龙再能吃 现在这个体育馆都是怪兽 小奎龙吃的速度 根本比不上怪兽再生的速度 而且怪兽还有空闲 对灵修等人发动攻击 就算目前灵修能应对 但在僵持下去 很快就会陷入下风 就在灵修一筹莫展的时候 发现地上的一只吸虫 被雷霆之力消灭 只要能用爆裂吐息 就可以一口除掉这么多臭虫 另一边考生被救出后 可考官报告了场内的情况 什么灵修的宠物大战大嘴怪兽 考官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 与此同时的体育馆内 灵修等人正艰难地跟怪兽混战 这时场外的考官突然来点 苏灵修 你们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么多人逃了 你们怎么还不出来 剩下交给对策局处理就好 苏灵修却一脸不耐烦地表示 抱歉 我拒绝 什么 你该不会是因为灵修被吃的宠物吧 苏灵修 你可不要胡来 这不是在开玩笑 下一秒 冰涛一把抢过手机 没问题 想干就干吧 不过对策局的在破门 你们最多只有十分钟 超强生命力和恢复力 着实让灵修头疼 看来只能用爆裂吐吸了 但小葵龙却表示 就算用爆裂吐吸也没有用 因为爆裂吐吸是扇形散射 所以越靠近嘴打出的范围越小 以吸虫的恢复力 除非一次造成超大面积 固然无法击败它 没想到这时的吸虫已经越来越多 都准备把一整个体育馆吞下 可恶 必须赶快想办法 可是要怎么才能 造成大面积伤害呢 这时 灵修突然想起苏灵域的磁力铁拳 或者这样可以 只要找到足够会见的地方 这时灵修看到了远处的鸟人 我准备从空中用大剑披大脸 需要你的帮助 邦尼 你疯了吧 只见灵修一脸邪笑 你也是怪兽吧 下一秒 这鸟人真被灵修契约成功了 没想到长得像人的怪兽也是怪兽 果然能驯服 喂 鸟人 驮着我飞过去 灵修一声令下 就算怪兽不想遵从 在系统的束缚下 他也只能照做 鸟人将灵修带到上空 对小奎龙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这时薛木却以为是自己的小跟班抓住了灵修 立刻张开了嘴想要吞下灵修 下一秒 小奎龙一把咬住薛木 灵修趁机抓起铁塔 让苏灵域聚集周围的金属制造一个大宝剑 紧接着一拳在天花板轰出个大洞 鸟人直接带着灵修冲出体育管 只见灵修手里拿着一个巨大的宝剑 小奎龙就是现在 下一秒 小奎龙立刻使出爆裂吐息 朝着灵修而来 鸟人害怕被爆裂吐息殃及立马丢下灵修逃跑 而灵修却迎面越近爆裂吐息中 这时的大宝剑上汇聚着爆裂吐息的雷电能量 都闪开 只见灵修挥动大宝剑 直接将怪兽劈成两半 就连体育馆都被劈成了两半 用完这招之后 灵修脱力陷入了昏迷 让灵修觉醒奎龙完全形态 一刀便将体育馆一分为二 而这招也让灵修耗尽能量 才将体育馆内的薛木铲除 这时一旁的鸟人想要逃跑 幸亏方天起及时发现 将鸟人抓住 但对策局的人就快要闯进来了 要是让他们看到馆内的怪兽就难办了 这时方天起想起灵修的背包可以装怪兽 喂 屌人 只要你把我送到背包那里 我就放了你 另一边 场馆的大门就要被对策局攻破 直接好夯以觉醒的形态走上来 对着体育馆的大门直接一个踢头 直接将大门踹开 但踹开大门的好夯一脸不可思议 因为整个体育馆竟然被一分为二 而眼前巨大的怪兽更令他匪夷所思 好夯质问灵修 这就是你们解决的 灵修一脸无奈地表示 谁叫你们对策局来得这么及时呢 这时一旁的对策局成员突然发现 灵修就是前两天在秘境监控里拍到的那小子 一见好夯一掌拍在灵修的肩膀上 灵修立马感觉到来者不善 他试探性地感知了一下灵修体内的灵力 发现灵修不是觉醒者体制的好夯立刻威胁道 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不然我就要开始用力了 但这时的灵修已经将小奎龙的投影耗尽 面对好夯的逼问他不知如何应对 下一秒 丁涛走了上来 灵修的成绩没有问题 打败巨兽有目共睹 而且现在外面有不少记者正等着采访他呢 大一会招人到快 考试才结束你们就来了 面对外面一堆记者的报道 好夯也只能就此作罢 紧接着无数媒体记者争相谈 英雄少年永久大议会考生的报道 一度冲上热搜 另一边 陈柴梁正虎是单单地看着这一切 你还说他没有觉醒一门 面对父亲的质问 陈虎丝毫不敢多读 你犯下的错误只有靠你自己摆平啊 体育馆大战的三天后 灵修带着小奎龙来到怪兽医院体检 只要体检通过后 就能给小奎龙办理饲养症 当然 通过体检也是靠着苏灵域给的药剂 毕竟小奎龙的能力被检测出来 肯定会引起轰动 靠着药剂 小奎龙并没有被检测出异常 符合城市饲养指标 但体型检测完成后 还有一项服同性检查 灵修嘱咐小变异犬要听医生的话 小变异犬很轻松地就完成了测试 可轮到小奎龙的时候却犯了难 小奎龙表示 我可是有尊严的龙 这么丢脸的事我可不做 不过灵修立马拿出妈妈的考穿诱惑 下一秒 小奎龙就打了自己的脸 立马就把医生丢出去的飞盘捡了回来 好在小奎龙也顺利地通过了测试 这时苏灵修一脚踹门而入 大夫 检测还有多久 我要接他去学校 结果看见如此可爱的小奎龙 立马就忍不住地拿起手机拍照 那个 检测已经结束了 你可以带走了 证件会在七到十五天发放 紧接着苏灵修便将灵修带走 来到了车上 苏灵修将灵修通过考试的大一会徽章交给他 今早做好了 我猜你下午的表彰大会可能想带着他 没想到你人还怪好的嘞 结果直接给苏灵修说的不好意思 我看你是皮痒 到了学校的表彰大会现场 灵修正准备发表感言时 系统突然检测到周围有高浓度的不可预测灵气 接着 场妹的大门被推开 只见陈虎静只穿着裤衩走过来 看见这一幕的学生都以为陈虎是来找灵修麻烦 下一秒 陈虎静当众跪了下来 把周围的学生都看懵了 灵修也没反应过来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时 陈虎竟哭着跪求灵修原谅 灵同学 求求你原谅我 灵同学 不 灵哥 是我错了 我狗眼看人低 灵大人有大量 面对陈虎的这一嘴脸 灵修直犯恶心 校长本打算给陈虎披件外套 却被陈虎一把难开 紧接着就磕起头来 灵哥 灵少爷 我知道错了 求你一定原谅我呀 原来就在之前 陈柴良就让陈虎不管用什么办法 也要取得灵修的原谅 但陈虎表示 自己为什么要向他道歉 再说了 就算道歉 他也不会原谅我 不过陈柴良可不是在取得陈虎的同意 而是直接要求他 磕头磕到他原谅为止 面对父亲的要求 陈虎不敢不从 看着陈虎磕了半天头 场下的学生也开始向陈虎这边清醒 灵修也是 有什么深仇大恨啊 都是同学 还不把他扶起来 只见场下的议论声越来越多 在台上的灵修无可奈何 见计谋得逞的陈虎心中暗戏 虽然灵修百般不愿 但现在被架起来的 他只能无奈地先原谅陈虎 可下一秒 一股压迫感席卷来 四统封了四的弹出警方 提示着灵力只已超出测量上限 这时 只见一个黑影从门外走来 竟是陈虎的父亲 陈柴良来到了现场 而对于此人 系统除了性别和年龄 其他通通显示无法测量 只见此人从人群中穿过 体型如同一个巨人 灵公子 多年不见 九叔问候 这股压迫感 令灵修不自觉地开始双腿颤抖 但灵修的母亲 看到此人却无比愤怒 可就在这时 他却主动对灵修心里表示歉意 这操作让灵修等人一惊 台下的学生也表示 陈虎平时张扬跋扈 没想到他爹这么有礼望 虽然这么跟一个学生道歉 而陈柴良此次前来 除了道歉 还想跟灵修说一件事 那天灵公子体育馆大战之后 有个怪兽从他的背包里逃了出来 接着并表示 因为陈灵两家交好 想请灵修一同审讯这个怪兽 女人因为穿了内裤出门 就遭到同学的霸凌 只因这是觉醒者的时代 普通人成为觉醒者的玩物 女人为此将自己改造成怪兽 只为报复当初践踏她的觉醒者 但在体育馆大战之后 屌人在逃跑的途中被对策局抓住 灵修这才从好行口中得知 自己刚刚契约的鸟人 竟是由人改造而成 难怪系统对她的控制效果会减弱 而这个鸟人 就是在苏灵玉家合照里 薛木的助理 灵修本打算以这个为切入口 让她交代出薛木的事 并帮助她变回人类 但立刻就被鸟人噎了回去 明白告诉你 老娘接受改造完全是自愿的 在这个时代 觉醒失败的只会被当做垃圾 只有怪兽克隆基因可以弥补这一切 这时灵修的表情突然严肃起来 只见她与鸟人接触的瞬间 自己原先觉醒失败 被同学欺负的画面 通通传进鸟人的脑中 鸟人顿时明白 原来灵修跟自己一样 也是觉醒失败的普通人 可她不明白 同样都是普通人 你应该更理解我 但灵修并不这么认为 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 灵修明白 怪兽不是长什么样 而是做什么事 如果仗着自己能力欺负别人 那才是怪兽 而自己永远也不想成为那样的怪兽 鸟人听完直接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你竟然想教怪兽博士什么是怪兽 那就去吧 审讯完鸟人之后 灵修等人来到了局长办公室 灵修开口道 我已经问出了薛木研究所的位置 陈柴良表示 自己也猜到了他在极渊岛 16年前自己经常和灵修的父亲 登上极渊岛巡视 但现在岛屿周围的水域变得凶险万分 登岛也变得十分困难 不过灵修十分兴奋到 我一定要抓住薛木 就算游过去也不怕 可他不知道的是 如今的极渊岛却悬浮在半空中 灵公子虽然勇气非凡 但这极渊岛恐怕不是那么好游上去 既然灵公子这么有决心 我们可以帮忙调配飞机 但立马就被苏灵玉挽拒了 灵修已是我大议会的人 这点小事我大议会自然会安排 都是为了天海事 何必分你我 今天下午刚好准备探索如何空中登岛 没等陈柴良把话说完 灵修立刻就表示自己要去 直接就给他们安排进了这班飞机 苏灵玉也是无语 自己推辞了半天 好家伙你就直接上套了 不过这是自己李父亲距离最近的一次 灵修不管如何都要前去 小奎龙也立马附和 如果有什么问题 还可以看我的 奎龙仔还是你理解我 不过灵修这么着急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妈妈一直不让他跟对策局接触 也禁止他进入集园岛 所以他这次也是骗妈妈说是苏灵玉 特意接自己去学校 上了飞机后 里面站满了对策局的人 而他们一个个都不满陈柴良安排进来的灵修 立刻就嘲讽到 大议会可真没用 要毛头小子救人 我们对策局可是卧虎藏龙 跟你们不一样 可不是能混过去的 这时他突然就发现了一旁的小奎龙 结果直接被小奎龙一头撞飞 顿时就惊掉了对策局的下巴 苏灵玉立马嘲讽道 我们大议会可没人见个宠物 就露出这样的表情 而在另一边的灵修家里 发现灵修根本没有带课本上课 发现灵修肯定是背着自己去找陈柴良了 立刻就气势汹汹的去找灵修算账 可没想到他竟是直接闯进了对策局 一连几十个对策局成员都被他撂倒在地 这时陈柴良走了出来 嫂子来了 不过你来晚了 灵修已经上了去吉原岛的飞机 而这时的吉原岛附近被一团雷银包围 随行战斗机组军已准备好 是否开始执行登陆吉原岛行动 开始执行吧 只见一群战斗机机翅而上 灵修疑惑道 不就是登的岛 用得着这么心事动众吗 苏灵玉解释道 此前对策局多次尝试登岛 但军已失败告终 据说是因为吉原岛附近的海域 覆盖着强大的磁场 这个磁场干扰往来的飞机 也有说是因为重力波异常 但一旁的对策局成员立马嘲笑起来 哈哈哈哈 不愧是大一会高材生 背诵的和书上一字不差 不过真相只有我们这些活跃在一线的成员才会知道 紧接着系统立刻提示异常 飞机的通讯设备和视讯设备无法重常运转 紧接着飞机上的指挥官立刻下令战斗机组发射的 下一名 导弹直接朝着云团发射 此剑进入云层后 导弹立刻发生爆炸 这是一头怪兽渐渐的同云层中显现出来 竟是一头神异经记载的盘古怪兽 凹狠 看样子对策局的人早就知道里面有只怪兽 他们让战斗机组的吸引怪兽注意力 然后自己再全力冲向吉原岛 凹狠见眼前一群战机急迟而来 凭空凝聚出引力黑球 直接控制住了眼前战机 众人一惊 这黑球的引力太强大了 而且现在受磁场的影响 雷达和视讯设备全都故障 这时苏灵玉一看 这种磁力的异能跟自己的狠像 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可能抵消这种磁力 只见凹狠有掌握权 直接将战机撞在一起 紧接着就像玩玩具一样开怀大笑 可下一秒 他发现空中竟然还有一架战机 苏灵玉竟然真用自己的异能抵消了磁力 他立刻让战机上的人员趁现在跳机 自己坚持不了多久 但这时凹狠一脸不屑 凌空一跃 朝着战机直飞而来 就在他要撞上战机之前 见来不及逃走的灵修一把护住苏灵玉 可这时小奎龙却出现在机头 突然变大身躯 这是一头会飞的大星星 凡骨怪兽凹狠 世界最强战斗机在他眼里如同玩具 随手便可复灭 而这是一只最强剑客孤狼 拥有天下第一剑法 其一张便可开天屁地 可打算登陆极渊岛的灵修 却被凹阴阻拦了去路 怕点命丧于此 原来陈柴良早就知道了这一切 提前和屌人串通一气 故意引诱灵修来吉原岛送死 自己却派人从另一边偷偷上岛 他用控制器控制怪兽 让怪兽带他们上岛 就不会被凹狠发现 但这时却有人偷偷盯上了他们 突然他纵身一跃 一把就挟持住了陈虎 不明所以的陈虎被吓了一跳 但这孤狼并没打算对陈虎动手 以身为人子 也知痛怕死 为何要欺负其他动物 这时他却把刀收了起来 放心吧 我只是想借用这十足鸟 去搭救一个老朋友 一旁的对策局成员 发现陈虎被挟持 立刻就前来搭救 可害怕误伤陈虎 并不敢贸然出手 这时好行立马觉醒异能 一拳便朝着孤狼袭来 我现在孤狼不慌不忙 摆出拔剑姿势 直接一招把刀斩砍在好行身上 但他立马就发现了不对 这刀竟然砍不进去 好行健壮得意地表示 我是肌肉异能的觉醒者 在异能加持下 身体结实地像怪兽 你砍不断 不过孤狼却表示 并非砍不断 只是脚下的大鸟 无法承受我使用更大的力气 也就是说 你既无可施了 有没有人说过 你的头脑单纯地也像怪兽 紧接着他拔出双刀 一招金钥斩对准了好行脚下的大鸟 脚下的大鸟瞬间被切得四分五裂 没有大鸟支撑的好行 顿时失去平衡跌落下去 幸好这时鸟人及时抓住了好行 不过孤狼已经乘着大鸟 往凹狠战斗的方向飞去 而另一边的凹狠正打算摧毁飞机时 小奎龙及时便大咬住了凹狠手中的飞机 突然出现的小奎龙顿时下了凹狠一跳 立刻闪身与小奎龙拉开了距离 眼见凹狠拉开了距离 小奎龙立刻就使出了暴力吐息 凹狠见情况不对 突然变出了一个巨大的金箍棍 一声目光之后 挥动着巨大的金箍棍朝着小奎龙袭去 只见金箍棍一击而下 小奎龙顿时被击飞 看着眼前被击毁的战机 嗷狠露出得意的表情 苏凌狱现在体力耗尽 已经没办法施展异能控制金属了 情急之下 灵修心想也许可以投影鸟人的能力 但这时孤狼乘着大鸟突然出现 将灵修和苏凌狱救了下来 这时灵修突然发现同在大鸟背上的陈虎 我劝怎么是你 原来那个怪兽说要救的人是你啊 叛徒之子果然和怪兽是一伙的 灵修完全听不懂陈虎在说什么 只以为陈虎又在打什么鬼主意 这时突然一个倒影将灵修等人遮挡住 竟是飞机的残骸就要击中他们 苏凌狱想要用异能将残骸挪开 但体力耗尽的他根本使不出半点力气 这是一只手拍了拍苏凌狱的肩膀 可以了 你已经很努力了 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紧接着他抽出腰间配刀 纵身一跃朝着飞机残骸而去 金药杂 金开天 瞬间就将残骸劈得四分五裂 这一招瞬间就惊呆的灵修等人 只见他落下来时 还顺带就下了战机的指挥官 原来在刚刚 指挥官因为自己恐高不敢跳机 结果就顺带的飞机一起被敖鹰打散了 这时灵修才突然想起 自己的小奎龙还在飞机上 但孤狼让灵修不用担心 飞机上什么都没有 怪兽比你想的命运 结果另一边的小奎龙 竟然就躲在敖鹰的棍子上 这时的敖狠还在为刚才自己亮丽的战斗合意 殊不知小奎龙正顺着棍子下来准备偷袭他 只见小奎龙正偷偷地蓄力爆裂吐息 敖狠突然感觉头顶袭来耀眼的光芒 扭头一看 小奎龙正对着自己贴脸开打 吓人了 直接吃满一招爆裂吐息 直接把敖狠从天上轰到岛上 看着底下被爆裂吐息轰出的大坑 正好命中了一堆怪兽 顿时就把小奎龙馋馋哭了 而在另一边 雷电之力对他造成的伤口令他无法愈合 看到好夯到来的薛木说道 陈柴良是让你来接管研究所对不对 只可惜老匹夫机关散尽 反而砸了自己的脚 老匹夫想骗灵修当炮灰 只可惜灵修的怪兽却击败了守护集园岛的巨猿 并且这座岛是靠巨猿的重力亦能飞在空中 巨猿岛下整座岛都会随之陨落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小奎龙正大快躲移地吃着怪兽失海 周围的怪兽看到如此残暴的小奎龙 生怕自己也成为小奎龙的食物 全都逃离得远远了 怎么一见我就躲 就像猜到我要开饭一样 这还怎么抓 这时小奎龙看着天上的雷电云 突然有了个主意 紧接着在小岛的另一边 灵修等人安全着陆了 但陈虎看见了黑色斗篷下尸一张狼的脸 将他是怪兽这件事告诉了指挥官 指挥官见状 立即在手中用灵气聚集成刀刃 下一秒就对孤狼动手 只见孤狼一脸不屑地挡下了攻击 身法不错 看这招 指挥官再次双手画刃朝着孤狼袭来 孤狼面无表情 稍微侧身躲开 紧接着直接一拳轰在了指挥官腹部 电子击飞数百米 不甘示弱的指挥官再次凝聚气人 只见一把四十米的大坦刀出现在眼前 再次朝着孤狼急驰而上 孤狼十分淡定 以气画刃有点意思 看在固人的面子上 我就陪你玩玩吧 下一秒 凌修的系统弹出几方 系统内部出错 超出测量上限 孤狼静变化了形态 只见他迎面冲向气刃 直接一口咬住 结果轻轻一挥 气刃应声碎裂 他夸架子 我从没见过这么脆的灵气画刀 凌修终于见到了失踪已久的父亲 可第一次与父亲见面的凌修 非但没有给父亲一个拥抱 反而直接以奎龙形态给了父亲一拳 将父亲积飞十万八千米 这时的凌修才反应过来 忘了自己还是奎龙形态了 可他略表歉意地表示自己不是故意识 发现眼前的父亲竟然是假的 居然都是西虫假扮而成 凌修不敢相信 眼前的老爸竟然是西虫变的 废话 以你父亲的实力 就算是你这个半兽状态 也没法让他挪动分毫 说吧 孤狼嘴中灵气巨刀 没想到 西虫竟然会出现在吉原岛上 正当孤狼准备上前解决这些西虫时 一张巨大的手掌突然出现 一掌就将眼前的西虫拍得稀碎 竟是刚刚与小雷龙战斗的敖狠 凌修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庞然大物 这就是刚刚打飞机的大猴子 就时 孤狼将嘴里的刀散去 紧急地对着敖狠嚎叫了一声 听到叫声的敖狠立刻看了过来 一把从凌修头顶跃过 被败在了孤狼的身前 这只猴子和狼人认识 只见一旁被敖狠当作绳子爬上来的巨蛇 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死法会是这样 而这时灵修询问孤狼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孤狼解释道 他这次过来就是为了找凹狠 如果这家伙失去意识 整个集园岛都会掉落 可看到灵修的凹狠立马朝孤狼告状 我可是被这只人带来的大蜥蜴打下来的 听他把小魁龙说成蜥蜴 灵修顿时不乐意了 那是因为你先袭击我 而且那不是蜥蜴 是龙 不过说起来 为什么要让集园岛飞起来呢 孤狼原本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但当他看到蜥蜂后也想明白了 这时他们看向地洞里下 居然有一堆蜥蜥集结在这里 虽然他们也很想将这群蜥蜥解决掉 只见敖狠做了个示范 他召唤出一个巨大的重力波 朝着成群的蜥蜥发动了攻击 但他们受伤后恢复得很快 根本杀不死 敖狠也是怕他们将岛珠光才让岛飞起来 这些家伙是怎么出现在这个岛上呢 这时的灵修突然表示 我知道这些蜥蜥是从哪里来的 而且我还和他们交过手 并且我还有办法对付这些蜥蜥 我可以帮你们除掉这些蜥蜥 以及他们幕后的主使 但是成之后 你要带我去找我爸爸 想到实力强大的怪兽哥斯拉 在吉原岛竟还隐藏着另外一头 而须目竟要控制他与小灰龙决一死战 就在灵修到达吉原岛的同时 灵修的妈妈也坐着飞机赶了过来 为了不让妈妈把自己带回去 灵修偷偷跟随着孤狼离开 但灵修的妈妈为此感到无比愤怒 紧接着飞机上又出来一个人 竟是方天吉也跟了过来 没想到方天吉和苏灵俞两人 刚一见面就不掐了起来 下一秒父亲的出现 立马就让苏灵俞安静了下来 苏灵俞疑惑道 父亲怎么突然来吉原岛了 原来苏灵俞的父亲就在前一段时间 将考场的蜥蜥进行了研究 在古籍上发现 这蜥蜥不属于这个世界 它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巨大的灾难 所以薛木制造了这个生物 作为他的老师 自己有义务来终止这一切 而在研究所内 薛木的恢复能力确实很强 便薛木的恢复能力确实很强 便薛木也赞叹不已 可在逃场与灵俞的一战中 令自己身受重伤 现在以无力应对突如其来的对策局 老航一把掐住薛木的脖子 说吧 用你16年的研究成果 换你和你那鸟人助手的幸运 就在这时 一名对策局的成员闯了进来 队长大事不好了 外面来了一只至少是十吨提 相当于反虚镜的怪兽 听到反虚镜的怪兽 好航顿时一惊 薛木也没听说过 这座岛上还有反虚镜的怪兽 紧接着好航拎着薛木出去查看情况 只见一团布满雷电的乌云飘在空中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他们所说的反虚镜怪兽 竟然就是小奎龙 只见小奎龙用尾巴连接着乌云释放雷电 大块朵移地吃着被雷电击杀的怪兽 看到小奎龙出现在岛上的薛木震惊到 你们怎么还把这怪兽带来了 你们知道自己在干嘛吗 好航本以为这头怪兽也是薛木饲养的 但看到他那慌张的表情也明白了 立刻便让自己的手下 用仪器测量一下怪兽的实力 可等他拿出仪器测量小奎龙的时候人都傻 因为仪器竟然测量不出小奎龙的实力 不仅测量不出 竟还让仪器CPU烧坏了 这到底是多强的实力 薛木无奈地看着眼前这群傻子 极连导怪兽的强大不是因为他体型庞大 而是他能不断地尊视怪兽并进行进化 只见小奎龙在吃下一头怪兽之后 竟然再一次进化了 体型又增加了数据 看到这一幕的对特局成员震惊不已 好行这时回想起一直跟在灵修身边的怪兽 难道他就是灵修小子带着呢 他明白 这个怪兽根本不是他们能对付的 但薛木看见小奎龙却激动地笑道 能够对付极远岛怪兽的 只有另一个极远岛怪兽 原本悬在半空的极远岛 竟被极远岛 就在灵修等人发现极远岛已经被西虫侵蚀时 灵修自告奋勇地表示自己有办法解决西虫 不过要先找到小奎龙才行 可就在他打开怪兽雷达确认小奎龙的位置时 怪兽雷达上竟出现了无数个灵气反应 灵修等人已经被这些灵气包围 看来是西虫又重整其谷 好灵修等人终了过来 好在灵修提前发现 即使躲开了他们的偷袭 虽然对他们来说 解决西虫轻而易举 但西虫的恢复力惊人 就算解决了立马又能恢复 只有灵修的雷霆之力 才能彻底将西虫消灭 灵修立马让孤狼他们将西虫往他这里 由他来解决 结果下一秒 灵修怪兽投影的时间就到了 完了 我怪兽投影的时间到了 你咋专挑关键时刻掉链子 真是靠不住啊 就在这时 孤狼变幻为人形说道 你俩左右闪开 你接着沿着岩壁一跃而上 狼叔总是这么靠谱 我去 你别把洞砍他了 下一秒 孤狼手中的利刃变大 人起于罪 修于行 说吧 挥动手中利刃 大天见到 金光斩 竟将整座岛屿一分为二 顿时就将灵修跟敖狠惊呆了 狼叔你倒是悠着点啊 这倒是我靠异能好不容易才稳住的 经不住你一刀 就在敖狠用重力异能拼接岛屿时 灵修发现这座岛屿竟然在自动愈合 看样子这西虫已经跟这座岛屿合为一体 岛屿就算受伤 也能很快地被西虫治愈 看着孤狼帅气的操作 灵修跟敖狠松了口气 西虫解决了吗 我并没有 只听孤狼说道 围巾的办法 只有三十六计 八鸭子跑啊 就在这时 孤狼一把抓起灵修逃跑时感到奇怪 他从灵修身上丝毫感受不到灵气的气息 灵修尴尬地表示 因为我根本不是觉醒者 听到灵修说自己没有灵气的孤狼直接愣住了 灵修表示说来话长 但是看到孤狼的反应有点奇怪 这时孤狼回想起了多年前的事 那时的灵修父亲想要探索秘境的根源 当时的孤狼好奇地问道 为什么要执着于探索秘境的根源 只听灵修的父亲回答道 因为我想打造一个非觉醒者也能平等生活的蓝星 孤狼十分疑惑 难道他早就知道自己的儿子觉醒会失败吗 孤狼的反应让灵修很好奇 只听孤狼呵呵一笑说道 我可以答应带你去找你父亲 不过你要回答我一个问题 作为一个未觉醒者 你觉得灵气复苏的世界对人类而言 是机遇还是磨难 灵修不懂孤狼说这句话的含义 但孤狼表示 等吉人岛危机解决后 你再回答我就行 让阿姨单手拎起直升机 随手甩出十万八千里 一百八十斤的他却有着十万吨的力量 就在刚刚 苏灵修等人驾驶着直升机寻找灵修 但方天挤的驾驶技术让苏灵修难以接受 这就想吐了 你看看伯父都没说什么 这才是探险家 只见一旁的博士十分专注地在摆弄某些事情 苏灵修好奇地询问父亲在干什么 而博士直勾勾地盯着眼前的土壤 当他将仪器连接上电源后 那土壤竟蠕动了起来 变成了之前大闹考场的吸虫 据博士所说 这吸虫其实是古籍中记载的吸尔 苏灵修疑获道 吸尔是什么 博士解释 吸尔是土壤受到灵气滋养后形成的生命 可以无限生长 上古时代大洪水泛上天际 是神明降下吸尔消除水患 而吸虫本身是无害的 形体是根据体内蕴藏的灵气性质而改变 也就是说 岛上有强大且邪恶的怪兽气息 才让这些土壤变成可增的吸虫 那这怪兽 难道是传说中的极缘岛怪兽吗 博士也只是听说 薛木一直对极缘岛怪兽十分痴迷 不过不管是不是 都必须阻止他 就在这时 灵修的妈妈插话了 你们压根不知道极缘岛怪兽的能力 他根本不需要做这种奇怪的事情 听这意思 难道你知道极缘岛怪兽 苏灵欲和博士纷纷好奇地凑了上来 但灵修妈妈立马摇头表示 这时方天级突然一惊 岛屿竟被一分为二 巨大的鸿沟出现在他们眼前 可直升机的拉伸装置故障 无法升起高度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灵修妈妈一跃跳出直升机 单手就拉住了机纹 只见他稍微用力 一把将直升机甩了起来 直觉地扔到空中 对是把苏灵欲等人吓得不轻 这时的极缘岛也在凹狠的异能下恢复 等苏灵欲他们落地后 发现已经落在了薛木的研究所门口 此时的研究所内部 薛木还在自信地表示 自己的研究所就算是百吨级的怪兽 也闯不进来 但就是刚刚孤狼挥出的一道剑气 将研究所地底藏着的中枢系统 刚刚有金光闪过 我看错了吗 好熟悉的气息 是过来时见到的那只狼 下一秒 研究所就失去了所有电力 你不是说研究所同墙铁地吗 因为中枢系统被摧毁 系统自动开启了疏散通道 研究所的大门都被自动开启 小奎龙就在这时 进入了研究所内部 缘岛经线第二头哥斯拉 人已死亡的他 套着西虫的再生力复古 他与小葵龙谁能更胜一筹 从地底逃出后 灵修等人意识到 这座岛看来已经被西虫渗透了 而这一切的起义 要从曾经敖狠救的一个女人说起 当初敖狠在海岸边 发现一个身负重伤的女人 曾听王叔说过 怪兽和人类会成为朋友 所以敖狠便将这个女人救下 但没想到半年后 女人不仅变成了怪兽 还带来一群人来到岛上 他们就是薛木和他的助理嘉玲平家 自从他们在岛上建立实验室后 西虫就在岛上蔓延开来 敖狠一脸可怜兮兮的 朝着狼叔求安慰 狼叔一跃躲开了敖狠的球包包 表示自己可不想被他压比 灵修看着可怜兮兮的敖狠 主动上前安慰道 这不是你的错 错的是那些利用你好意放出西虫的人 这是敖狠一脸诧异的表示 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没错 西虫不是人类可以随便入手的 说吧 这个岛到底发生了什么 敖狠解释道 薛木恐怕也只是被西虫污染的生物之一 把西虫带到这个世界的 是他所侍奉的那只可怕的怪兽 当时我意识到西虫存在时 我立刻就循着踪迹找到薛木 虽然我轻易地就解决了 守在薛木外围的怪兽 但之后的弟弟 又冒出一头强大的怪兽 我还没来得及逃跑 就被他一口吞了下去 当我进入他的体内时 发现他全身都是由西虫组成 骨架巨大到深不见底 原来这头怪兽其实早就死了 正在利用着西虫复活自己 这时他体内的西虫 变化出他的模样对我说道 竟然闯到这里 就不要想活着回去 下一秒就对我发动了攻击 我意识到不对 但还是被擦伤 顿时就感觉到我不是他的对手 可我不能将狼叔交给我的 极渊岛轻易放弃 这时我发现了他的一处弱点 我立刻爆发全身之力 朝着他体内唯一 没被西虫包裹的骨骼攻击 他体内的西虫意识到 不对想要阻止 但幸好赶在那之前 我成功地破开骨骼 逃出了他的体内 灵修和小奎龙的关系决裂 小奎龙抛弃灵修 独自进入薛木研究所 而在研究所内部 竟关押了百吨级的可怕怪兽 在得知西虫竟和薛木有关时 灵修第一时间联系了小奎龙 但小奎龙却拒绝了 和灵修一起进入研究所 强行断开了和灵修的联系 因为小奎龙知道 研究所内充满了威胁 所以他不想让灵修身陷险境 决定只身潜入研究所 内部一探究竟 刚打开入口 小奎龙就感受到了 百分级的怪兽气息涌出 等他顺着阶梯进入底部时 一扇巨大的三号门映入眼帘 门的另一边依稀地 听到有人类的声音 小奎龙朝四周叹了叹 发现一处损坏的开关 他利用直接的变系能力 对电流启动了开关 只见三号门广广广开启 竟然原先的那头风吸被关押在这 他们利用风吸进行研究 并繁育出吸虫 看到人类竟将怪兽如此残忍地对待 小奎龙顿时爆磨 一心怒吼是一种实验室 意识到有怪兽闯入的研究人员 立马惊慌地四处逃窜 小奎龙的一声怒吼 也让风吸渐渐地清醒了过来 并对风吸询问道 你知道抓你来的人是谁吗 风吸表示 你把我从这放出去 我就带你去找他 一拍即合 小奎龙立马聚集浑身之力 将实验室束缚风吸的机器摧毁 紧接着风吸身上的镣铐一一解开 实验室的人员见状立刻逃跑 只见风吸面露凶狠 打算将这里的人类拳头吞掉 可刚打算出手 小奎龙立马拦在了他身前 你为什么要帮助这些人类 我没有 只不过你该兑现自己的诺言了 风吸让小奎龙爬到自己的身上 接着便一把钻入地底 带着小奎龙从地下前往薛木的所在地 而薛木此刻就在地底的最深处 只见他们面前 一头巨大的怪兽正在沉睡 而这就是传说中的吉原岛怪兽 薛木正是打算利用西虫不活这头怪兽 好康表示 这已经不是普通盘古怪兽的级别了 你难道想让七年前的悲剧重演吗 但薛木自认为 活在觉醒者的世界里 对非觉醒者来说 跟活着怪兽横行的世界没什么区别 好康没想到 薛木竟能说出这么有人为的话 此时薛木说道 都是因为一只巨猿 导致要复苏的怪兽伸手分离 如果你能帮我控制巨猿让导落下 我可以把实验室所有资料交给你 而好航手拿对讲机的另一头 陈柴良正听着他们的谈话 在64年前 人类为了探索吉原岛的意见 决定派出人类史上第一个觉醒者前往 可最终还是全军覆没 当时的陈柴良还只是一个普通的传言 见到眼前巨大的人头时 陈柴良被吓了一跳 没想到只剩一颗头的觉醒者竟还活 他看着眼前的陈柴良表示 只要你帮我完成一件事 我就帮你逃出去 陈柴良疑惑到什么事 只见那人展开嘴 口中吐出一个保温箱 里面静躺着一个孩童 觉醒者表示 只要把孩子送到安全的地方 他就会提供一个救生体 助陈柴良离开 下一秒 觉醒者将自己紧剩的头 变化成救生体 帮助陈柴良和那孩子离开这里 没想到他为了一个婴儿 坐到这种地步 见着孩童竟也有一门 难道他是这觉醒者的孩子 可没想到陈柴良刚坐下 怪兽就追了上来 吓得陈柴良急忙复击 在这强大的怪兽面前 他们是如此的渺小 当时的他差点就死在怪兽手下 只是令陈柴良没想到 最后玲珑尊竟然掌握了 这强大的力量 还把这股力量 交给了自己的儿子 这是陈柴良 一直想要得到的力量 只见他打了个响指 另一边好夯手中的对讲机 便应声爆炸 看样子陈柴良 这是同意和薛木合作 紧接着陈柴良便下达命令 此时吉原岛周围的 所有成员解除待命 全体登陆吉原岛 抓捕岛上的一只十吨级怪兽 飞机上的孔鸭早就懂得越运射 下一枚 他们就在雷达上探测到了两个名 这时的敖鹰等人才刚逃出地 又被对侧局的人盯上 只见他们逃着敖鹰等人 射出一匹飞剑 狼叔察觉到威胁 一把将其斩断 却没想到箭头还是击中了敖狠 狼叔意识到 明明砍中了却没有停下来 可能是异能者的能力 而这就是孔鸭的奇门一门 发射 测局全体出动 孔鸭的一门 林敖鹰身处重伤 看着敖狠身上的箭矢 灵修发现 箭上携带着薛木的金盒 这才意识到 看来陈柴良已经和薛木合作了 他们攻击敖狠肯定是想要倒归位 复活那只可怕的怪兽 对测局究竟为什么要复活这只邪恶的怪兽 这个怪兽一旦复活 那将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这时狼叔要求灵修去找到小奎龙 因为只有小奎龙的雷霆之力 才能消灭西虫 但灵修从刚才就一直在呼叫小奎龙 可小奎龙并没有回忆 于是狼叔便让敖鹰护送灵修去找到小奎龙 而狼狠认为 自己这么硬的身板都被打穿 留狼叔一个人在这里太危险了 不过毕竟狼狠的能力关乎着这座岛 如果狼狠能力消失 这座岛就会落下 狼叔十分强硬地让狼狠带灵修离开 表示自己能应付 而这时看到狼狠受伤的孔鸭更加兴奋 直接下令所有的战斗机组围攻凹狠 凹狠虽然不甘心 但也只能带着灵修离开 不过孔鸭可不想这么轻易就放走凹狠 我不会让你们跑掉的 001给我追 紧接着一架战斗机便直追凹狠 我还没老到需要一个小鬼担心的地步 下一秒狼叔一跃而起 谁允许你们去追了 一刀将战斗机一分为二 看着眼前被摧毁的战机 孔鸭意识到 看来这就是好行口中的刀客 紧接着便派出三架战机盯紧狼叔 对他展开地毯式的随时 虽然狼叔动作机敏地躲开 但是战机的高度也让他无法触碰 而孔鸭便是要让狼叔疲于躲闭 趁机偷袭 紧接着便再次发射箭矢 这次孔鸭一次性发射的多发箭矢 势必要再次拿下狼叔 他没想到 这箭矢正好给狼叔当了跳板 只见狼叔一跃而起 一刀再次斩落两架战机 可孔鸭只是比了一个友好手势 箭矢便掉头朝着狼叔而来 果然要打中目标才会结束 只见狼叔顺身一闪 便消失在了孔鸭眼前 下一秒又出现在战机上方 而背后就跟着那些箭矢 狼叔一跃落在战机上 你的剑还给你 可这时的箭矢却停了下来 看来箭矢并没有按狼叔的计划攻击战机 一刀劈开战机 却发现战机内部并没有人 原来孔鸭已经乘着箭矢离开了 抱歉了刀客 我不是好夯那种脑子长满肌肉的白痴 可你缠斗下去只会没完没了拖延时间 我真正的目标是他们 风吸的带领下 小奎龙直逼薛木所在 但在地底穿梭时 有无数的西虫盯着它们 可却没有一个发动袭击 小奎龙得意地以为是因为这些西虫害怕的 就在不断靠近薛木所在时 另一边的薛木收到了警报 发现有怪兽正在靠近自己 它立即开启了西虫的一号形态 只见西虫在一顿蠕动之后 近一个个都变换成人形 静止追上小奎龙 看着眼前袭来的西虫 小奎龙潜了甜嘴唇 看来又要饱餐一顿了 但被西虫团团围住后 风吸却十分淡定地表示 切 用不着那么麻烦 不管是因为什么的影响 泥土变成什么样也还是泥土 下一秒 风吸一声目吼 将这些西虫吓得阵阵后退 薛木一听大事不妙 看来是那只风吸跑出来了 好夯却不以为意 不过是我的手下败将 有什么好担心的 因为风吸是西虫的克星 西虫的生命能量来自灵气 而风吸有可以隔绝灵气的特殊能力 因此 只要被风吸吃掉 那就是被真正的消灭了 不过好夯却不以为意 可陈柴梁到底是要做什么 却引起了好夯的猜疑 只见好夯缓缓走向大门 突然爆发灵气发动异能 来吧 此时的门外 风吸感觉到了一股灵气 他加快了脚步 打算一举撞开大门 可当他撞向大门后 却令他抵得差异 大门竟没被撞开 原来是好夯挡在了门后 拦住了风吸 下一命 好夯蓄力一拳 竟将门外的风吸击飞 没想到你们两个竟然凑到一起了 在一些麻烦的事情解决前 都不允许你们过去 快让开 这地下室里有一只极为可怕的怪兽 如果让他复活的话 整个天海市都会陷入危险 面对小奎龙的劝说 好夯丝毫不信 在陈局长把事办完之前 这里都不允许通过 是吗 你的陈局长似乎并不打算 告诉你那只怪兽是怎么回事 用不着你费心 我自己会去问 就在两方爆发冲突的前一秒 鸟人突然出现 不好了 我是被怪兽吃了 此时的状况紧急 小奎龙意识到不能在这里耗下去了 身躯突然变大 开始聚集雷霆之力 打算直接用爆裂吐息解决好夯 好夯丝毫没有要躲开的意义 就在小奎龙用出爆裂吐息的下一秒 鸟人一把抓住了好夯 带着好夯躲开的攻击 只见爆裂吐息直接击穿了小岛 敢不敢和有身体的我较量一下 下一年 海中缓缓出现一具白骨 看来这就是那头怪兽的身体 吉原岛沉睡已久的怪兽复活 与小奎龙的大战一触即发 欲要利用吉原岛怪兽的薛木 却被复活的怪兽吞噬 怪兽利用薛木的手术异能 将自己与岛龙为一体 紧接着便打算复原自己的身体 此时身受重伤的凹狠 感受到有一股力量正在控制岛屿 而控制这座岛屿的 正是凌修眼前见到的怪兽 一具箭矢正中凹狠 是孔鸭追了上来 击中凹狠的孔鸭得意的大象 怎么样 只要是我眼睛锁中的目标 不管多远我的箭都能贯穿 凌修没想到 就连狼叔都没能拦住他 孔鸭十分得意 紧接着便打算再次出手 而小奎龙的投影还没恢复 凌修现在身陷险境 就在孔鸭发射箭矢 下一秒 箭矢竟然击中的是他自己 等他睁眼看去时 竟出现了另一个他 就在孔鸭还在差一时 森林里传来狼叔的怒吼 孔鸭见情况不妙 在狼叔赶来之前逃离了这里 下一秒 狼叔便赶了过来 见孔鸭已经逃走的狼叔 察觉到了一旁投影邪眼 隐身躲着的灵修 幸好他投影了邪眼的能力 制造出了一个孔鸭的影像 震慑住了他 才能撑到狼叔赶来 狼叔也是被灵修现在的样子震惊到了 不过 凹狠的情况不太妙啊 那块能控制怪兽的金盒 已经嵌在了敖鹰的身上 狼叔一跃而上 打算试试能不能将金石砍下 可随着一声爆炸 敖狠竟然站了起来 但状态却似乎不太对劲 紧接着敖狠纵身一跃 朝着那极原岛怪兽而去 不好了 拍样子 敖狠是被薛木控制了 完蛋了 邪恶怪兽吞噬了薛木 将自己与极原岛融为一体 还打算复原自己的身体复活 就连敖狠都被控制了 但就在这时 薛木竟从怪兽的体内分化了出来 原来这头怪兽并不是吉原岛怪兽 一直以来都在利用薛木复原自己 虽然薛木现在从怪兽的体内分化出来了 可却还是受怪兽的控制 不用费尽了人类 你现在虽然和我一谈 但论意识力的支配了 怎么比得上生活了百亿年的盘古怪兽 要不是为了使用你那便利的异能 我本可以直接把你的所有意识吞没 下一年 已经利用完薛木后 怪兽打算将薛木的意识消灭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薛木发现了远处的敖音 只见敖狠身上竞装着怪兽的金盒 也就是孔鸦击中敖狠的那只剑 让薛木有了翻身的机会 怪兽 我需要你服从我的命令 这座岛已经化身成一头怪兽 我需要你帮我摧毁它 强烈的意识正在入侵敖狠的大脑 随着薛木的最后一声怒吼 狠狠的身体被彻底控制 一跃便冲向了那头邪恶的怪兽 糟了 狠狠被控制了 只见敖狠静直地朝那怪兽而去 就在他经过森林上空时 突然发现一道熟悉的身影 袁姐 他怎么也来了 他口中的袁姐 竟是灵修的母亲 敖狠试图夺回身体的控制权 但还是抵不过薛木的命令 只能向灵修母亲求救 袁姐 舅舅吉原岛 就托付给你了 这时 邪恶的怪兽也发现了静直而来的敖狠 可他却丝毫不放眼里 只见他在口中聚集能量 打算击落敖狠 就在这时 你就是个小学生 你快放开我 我们是一体的 我死了你也活不了 可薛木却大笑道 谁跟你是一体的 不服从人类意志的怪兽 没有培养的价值 我培养七重 你这个赖品不配用 下一秒 怪兽的身体便被熬狠切断 眼见计划成功的薛木放声大笑 而岛屿失去控制后 却开始了坠落 全是一帮自说自话的家伙 伯母 现在这个状态下 你有什么建议吗 瞬间 灵修母亲脸色突变 苏灵修健壮表情一愣 下一秒 灵修母亲一跃而起 口中并说道 给我记住 永远不要相信那帮脑子里 只有冒险的臭男人 灵修被熬狠斩杀 吉原岛开始坠落 陈柴良却离奇现身 艺人便掌握数十种艺能 令灵修震惊不已 就在刚刚 失去艺能加持的吉原岛开始坠落 苏灵修立刻让大家返回机舱 结果转身发现 他们竟然还若无其事 方天己还在自顾自的挖金河 博士也在专注地进行研究 果然伯母说得对 永远不要相信脑子里 只有冒险的臭男人 下一秒 直接用念力将他们的物品带走 并拉着他们逃回机舱 躲进飞机之后 苏灵修立刻让他们驾驶飞机起飞 可飞机上的陈狐两人 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苏灵修着急地说道 岛要坠毁了 我的得跑路 结果这是方天己才提醒 飞机的控制系统 在刚才落地的时候就撞坏了 直接给陈狐两人下闪 这时的岛屿已经开始坠落 陈狐两人着急地 让苏灵修赶紧想想办法 苏灵修情急之下 打算用自己的异能控制飞机起飞 可方天己立马开口阻止 快停下 你身体会受不了的 但苏灵修却一意孤行 强行透支自己控制住了飞机 不过也因此让自己体力透支 随着身体的透支 自己也晕了过去 昏迷后的他陷入了自己的回忆 他回想起小时候的母亲 将母亲的死怪罪与自己的能力太弱 而现在对自己最重要的父亲 也要因自己的异能太弱而死 就在这时 他脑海中出现一道生意 你还没理解人类异能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苏灵修听完一脸困惑 人类异能的本质 此时的方天己正不断地在唤醒苏灵修 陈狐却在打电话向父亲求救 而陈柴良却让他不要担心 自己早就部署好了军舰 但只会救陈狐一人 并让陈狐在飞机坠入海面后 夺走大议会的研究成果 集园岛正在不断下坠 岛屿地底的实验室内 表人正在将实验室的重要资料拷贝下来 就在这时 突然出现一只手偷袭了鸟人 是谁 为什么会在这里 没想到出现的 竟然是陈柴良 他竟然靠着一门跨越了数千里出现在这 而小葵龙就躲在一旁 看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突然一只手搭在小葵龙身上 看到是独眼 小葵龙让他立马一开 这里很危险 可下一秒 如眼就化成人形 竟然是灵修 而灵修的模样 顿时吓了小葵龙一跳 只见小葵龙指了指一旁的情况问道 我们帮还是不帮 帮还是要帮的 但是你先看看这个 小葵龙看了眼系统面板 发现这陈柴良竟然拥有数十种异能 陈柴良现身极渊岛 身为人类却有数十种异能 灵修要如何在他手中 就像命悬一线的鸟人呢 在之前 灵修遇到的孔鸦和好夯 都至少在神附近后期以上 而陈柴良的实力肯定在这二人之上 想当初达到入圣境界的父亲 被称为天海时第一英雄 到如今 陈柴良稳坐对策局局长之位 实力也该达到入圣境 而这人类的入圣境的实力 就相当于一百吨的怪兽 也就是五个小葵龙的实力 所以要从他的手中抢人 只可智取不可应来 灵修先是派出独眼分身吸引注意力 此时的鸟人已经被陈柴良一掌贯穿胸部 命悬一线 而陈柴良亲自前来的目的 便是为了那头货真价实的盘古怪兽 弄清如何靠吞噬来强化自身的能力 就在这时 独眼分身来到陈柴良头顶 准备对他发动突袭 但却被陈柴良察觉 只见他左手一水 直接将独眼分身腰顶 幸好这只是灵修的一道头语 就在陈柴良还在疑惑之际 更多的分身朝他一拥而上 可没想到这陈柴良竟认出是灵修 趁着分身暂时缠住了陈柴良 灵修趁机来到了鸟人身边 鸟人一惊 你是谁 为什么会在这 不等屌人说完 灵修一把将他装进背包 时间紧迫 灵修带上鸟人就准备撤退 但没想到陈柴良的手 竟能生长出无数的畜生 这点小伎良可对我迷惧 下一秒 他瞬间朝着独眼分身洗去 仅仅只是片刻的公主 眼前那群独眼分身 便被陈柴良全部击破 紧接着缓缓走向受伤的小独眼 原来是用这种手段 了不起啊 灵公子 被陈柴良叫住的灵修顿时汗毛鸡 他立马将背包丢给小奎龙 自己也顺势躲进背包 接过背包的小奎龙 丝毫不敢停留地转身就跑 可陈柴良却不慌不忙 只见他看了眼实验室地图说道 看来这实验室也并不大吗 看你们要如何逃出我的手掌心 紧接着他的双手开始无限生长 而这时看见小奎龙的鸟人惊讶道 是在头中 这么说你是灵修 不要把头探出来 现在还很危险 就在这时 小奎龙被一根触手击中 可他丝毫不敢减慢数据 因为背后就是陈柴良的无数触手 如浪潮般有来 在这关键时刻 红西及时出现带走小奎龙 躲进了地洞中 这才令灵修等人逃过一几 刚刚的是什么 不知道 应该是陈柴良的异能之一 还好有这个洞 谢谢你又救了我 与此同时的另一点 陈柴良一把将整个实验室掀翻 好好见到这个情况 整个人被吓得呆愣原地 而在实验室内的陈柴良 没想到灵修竟然能这么快地逃出研究中心 狗屎运真好 不知道那小子还有什么能力 不过 这样你也没法这么快就离开极渊岛 话说 这就是盘古怪兽的实力吗 还真够丢人的 只见海里只剩一颗头的怪兽 竟开始求陈柴良帮他 并表示只要把他投案在身体上 就告诉陈柴良吞噬能力的秘密 此时的海上 早已不满陈柴良的天罗地网 完蛋了完蛋了 陈柴良竟和怪兽合作 将邪恶的盘古怪兽复活 没想到这极渊岛的邪恶怪兽 竟是山海经上的盘古怪兽 滚楼 就在邪恶怪兽的头掉入海中时 陈柴良派出海中的军舰 将怪兽的头捉住 之后军舰便等待陈柴良的下一步指示 这时的陈柴良还在研究所 因为他刚刚的一击 已经让研究所摇摇欲坠 不过他却在这个时候 根据小葵龙穴的气味 找到了他们的躲藏地 灵修大胆不妙 可陈柴良却没有对他们出手 而是打开时空裂缝离开了这里 与此同时 他对海里的军舰下达了命令 将怪兽的头 送到漩涡中心的身体内 军舰上的指挥官一惊 进入漩涡可就回不来了 不过陈柴良并不在乎他们的死活 他直接让总控制式的人 接管海上的军舰系统 并控制军舰全速驶向漩涡中心 陈局长 我已经接管了所有舰船 立刻让他们驶向漩涡中心 被迫驶向漩涡中心的军舰 原来他的那些异能都是靠吞噬抢拨而来 但不同的是 他没办法完全消除被吞噬者的意识 所以他的身体便会出现排斥反应 使用异能后 那些意识便会侵蚀他的身体 而他此时的目的 也正是从怪兽那得到抹除原主意识的方法 可就在陈柴良以为这次计划很成功时 他吉原岛的军舰却遭到了嫡喜 映入他们眼帘的 是一只巨大的猿猴 军舰指挥官立刻下令朝他开炮 但轰在这巨兽身上就如同挠痒痒一般 可这巨兽却并没有对他们进行反击 而是站在了正在下坠的吉原岛下放 一把将岛拖了起来 这里是有香蕉吗 怎么又来了一只多管闲事的猴子 啥叫多管闲事 你在老娘地盘惹事 问过老娘没 下一秒 怪兽就朝猿猴袭来 猿猴用手挡住了他的袭击 一把将其甩开 可不料动作幅度太大 竟让岛屿裂开 怪兽见状十分兴奋 如果让这岛屿的西虫落入海中 那怪兽便能利用西虫重挠身体 就在这时 突然出现一道身影 将裂开的岛屿控制住 怪兽见状 立刻在嘴中蓄积能量 朝着那道身影袭去 竟成功地将那一半岛屿击落 猿猴见状大惊 狼羞 你没事吧 而那些落入海中的岛屿碎块 正一点点的重塑怪兽的身体 不久便恢复了怪兽一半的身体 而这重塑身体之后的怪兽 竟是《山海经》中所记载的怪兽 康穹之著 滚龙 其拥有大地与成长的力量 冤岛被毁 堂古怪兽滚龙复活 一头神秘猿猴出现 与滚龙爆发一场大战 与此同时 苏灵玉进入意识空间 第一批异能者 妒忌出现在他眼前 竟给苏灵玉讲解起了异能的使用方法 异能的关键是对梦想的想象力 和对未来的信心 下一秒 妒忌张开嘴 嘴中一道身影涌了出来 出现一个只有半身的妙灵女子 苏灵玉一惊 你是谁 我是你前任的磁力异能觉醒者 突然 他一把抱住苏灵玉 紧接着他手中出现一个头环 之后他将头环带在苏灵玉头上 我在这片海域为你留了丰厚的遗产 去营救你的朋友吧 下一秒 在海底沉睡已久的巨人双眼亮起 他缓缓起身 朝着面前的凹痕走去 与此同时的海面上 差点被击中的狼叔 落在了好夯的飞鸟上 幸好最后关头躲开了 要不然肯定粉身碎骨 没想到救他的 竟然是好夯 不过此时的巨猿还在苦苦支撑着岛屿 只要不让岛屿落入海中 那怪兽就无法恢复身体 这时滚龙见狼叔还活着 便打算再次发动袭击 只见狼叔乘坐着飞鸟来到滚龙身边 在真龙面前 一个招数居然敢用两次 紧接着便一口咬向狼叔 狼叔从飞鸟身上一跃而下 落在了滚龙身上 滚龙 终极了 我其实只是想要一个接近你的机会 紧接着狼叔使出金光斩 一刀斩向滚龙 下一秒又是一套连招划过滚龙全身 但没想到只是片刻的攻防 滚龙的伤口就恢复如初 真有趣 一只怪兽使用人类的战感 可惜根本就是不痛不痒 可狼叔就是要让他掉以轻心 紧接着便兽化 打算全力一击直接破坏他头颅中的金河 但令狼叔没想到的是 他的脑后竟突然出现一张血盆大口 直接将狼叔的权力一击化解 狼怪 我后面可没有集园岛 这么着急送死 我就成全你 就在关键时刻 巨猿一拳轰向滚龙 直接改变了滚龙吐息的朝向 这才让狼叔逃过了一劫 但刚才的动作也让巨猿失去了平衡 滚龙趁机袭向了巨猿 为了躲避 巨猿向后一跃 可一不小心集园岛就脱手了 就在滚龙得意集园岛要到手时 突然集园岛就停在了半空中 原来是凹狠控制住了岛屿 而曾经被击败的妒忌 竟再次出现在了他们眼前 散到原来灵修的母亲 竟然就是集园岛的圆妹 并且第一批觉醒者极度 竟将巨型机器人送给苏灵狱 此刻圆妹与苏灵狱二人联手 跟滚龙决意死战 但一开始苏灵狱还没掌握这具身体 并且从前圆妹等人与极度有过一场大战 也并不知道现在驾驶机甲的是苏灵狱 还以为是极度正在驾驶机甲 不过看机甲摇摇晃晃的样子 狼叔为了防止被他和滚龙夹击 准备先上前解决掉苏灵狱 但原妹突然出手拦住了狼叔 他察觉到机甲内散发的气息并不是极度 并且还十分熟悉 你是灵修的同学苏灵狱 你怎么变成这副名呀 苏灵狱听到巨猿的声音后 发现他竟然是灵修的母亲 而此刻滚龙发现原妹被吸引了注意力 趁机出手偷袭 没想到人类的异能能做到这种地步 但可惜你还没适应这具身体 苏灵狱没想到自己的情况被看穿了 就在滚龙朝他袭来的关键时刻 突然就被一拳击飞了出去 苏灵狱转眼一看 竟是灵修的母亲 竟敢动我未来的儿媳 你不想活了 终于不用扛着倒了 可以好好揍你一顿了 下一秒 原妹便跟滚龙交战在一起 当年学的这套拳法虽然已经六十多年没用 但从没有生疏过 只见烟雾散去之后 滚龙的身上被原妹一拳拳打得千疮百孔 可只是片刻的功夫 滚龙身上的伤劲恢复如初 接下来换我进攻了 贴招吧 就在滚龙还在聚集能量之际 狼叔立马提醒原妹 趁现在直接打碎滚龙头部的惊吓 下一秒 原妹静止朝着滚龙奔去 一拳轰在滚龙脸上 这条龙的头部好硬 没想到结结实实吃了原妹一拳的滚龙 竟毫发无损 紧接着一口吐息命中原妹 苏灵欲见情况不妙 立马用磁力控制一艘军舰 将他送到原妹的脚下 这才让原妹稳住身子 我就说这姑娘不错 你们确实很有权 但不是我的对手 因为我是龙 和你们这群只能吸收灵气的低等野兽不同 我们自身的血脉就蕴含灵气 多严重的伤都可以治愈 确实 除非击碎他的金盒 不然伤不到他 但首先要破开他那护盾才行 这时的苏灵欲提议 如果有灵修父亲一样威力的一拳 或许就能破开他的防御 但问题是 现在根本不知道灵修的父亲在哪 可苏灵欲却说到 如果是灵修的话 也许可以 狼叔却表示 虽然灵修继承了雷霆之力 但威力还差得远 不过苏灵欲却十分相信灵修 就算灵修力量不足 他也会将其补足 原妹也同意了苏灵欲的提议 首先要先找到灵修再说 有了秘银投还 苏灵欲可以快速连接操作周围的金属制品 紧接着苏灵欲出现在 研究所内部的一个屏幕上 这时 灵修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 完蛋了完蛋了 没想到原妹的权力一击 竟破不了滚龙的护盾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找到灵修利用他的雷霆之力 苏灵欲连接了研究所内的屏幕 寻找到了灵修所在 向灵修解释了现在的情况 灵修没明白 自己的母亲怎么会和滚龙打起来 苏灵欲也不知道 怎么解释灵修的母亲 变成巨猿这件事 一转眼 结果下一秒 滚龙就一口扑了上来 幸好苏灵欲及时给他拉回岛内 原妹见状 一把撞向滚龙 回到研究所的灵修 一脸疑惑地问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不过现在情况复杂 苏灵欲只是简单的解释 巨猿 狼和高达是朋友 滚龙是敌人 现在的问题就是要打败滚龙 但滚龙的防御力何在生力极强 需要你的雷霆之力帮忙 这时的小魁龙表示 我刚刚跟那滚龙交过一次手 当时我准备用爆裂土戏来击杀对方 但没想到被那滚龙防住 不过招式没有被他反弹 说明有用 只是威力要强化一下 紧接着苏灵欲便跟他们说了自己的计划 你们听说过电磁炮吗 只要雷霆之力和电磁炮结合 就能打出强力一击 灵修和小魁龙自然不懂电磁炮是什么 苏灵欲也懒得解释 交代他们只要准备好雷霆之力就行 而距离雷霆之力冷却时间还有两个小时 这时鸟人突然出现 灵修 你有把握战胜那头可怕的巨兽吗 不知道 不过我觉得可以试试 毕竟之前也这样联手打败了薛木 但那只龙是不同的 它很强 这个给你 你戴在身上 这间鸟人交给灵修一样控制器 只要将这个装在怪兽的金盒上 就能直接让怪兽灵气紊乱爆炸 另一边 苏灵欲跟灵修交代好后 便要准备接下来的是 电磁炮需要加速空间 所以必须和滚龙拉开距离 苏灵欲刚后退两步 元妹一把将他扛在身上 只要离开一段距离就好了 狼修 我们去准备作战 这边拜托你了 滚龙见元妹他们想逃 立马就要追上去 狼叔见状 朝滚龙发出几道剑气 将滚龙拦在了身前 你觉得你能拦住我吗 虽然我不足以伤害到你 但拖住你还是没有问题的 极度留下的机械人 竟还能变换形态 当元妹扛着苏灵欲拉开距离时 狼叔努力地拖住滚龙 方向行驶 原来是陈柴梁命令 他们与其他舰船会合 如果没有了军舰作为落脚点的话 狼叔他们在海上 就如同带带的羔羊 可好好明白 如果放着滚龙不管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他便强行违抗陈柴梁的命令 控制着舰船去接应狼叔 这才让狼叔安稳落地 此时的另一边 元妹和苏灵欲已经拉开了距离 现在就等灵修的雷霆之力了 此刻是11点30分 苏灵欲会在11点50分开启电磁炮 但只能维持10分钟 机会只有一次 必须要准时发射 到点之后 苏灵欲便让元妹做好准备 只见他将身体倒立在元妹墩上 紧接着就变换成一个电磁炮的模样 将瞄准镜朝着灵修 就在灵修瞄准滚龙时 发现狼叔此刻的状况不妙 只见滚龙嘴里聚集着能量球 一眼正中狼叔 可恶 还是大意了 明明就差30分钟 接下来只能靠元妹和灵修那小子 击中狼叔后的滚龙十分得意 感受到真龙的愤怒吧 现在轮到女王 见狼叔被击败 灵修心头一紧 苏灵欲立刻提醒灵修 集中精神 还有10分钟磁场就会开启 可就在电磁炮正在蓄积能量时 滚龙也发现了状况 两边都在同时聚集能量 但此刻还需要5分钟的时间 滚龙的吐息却率先喷了过来 就在灵修被吓得自乱阵走时 小葵龙一把将灵修撞起 可当他再次睁眼时 发现竟然是圆妹挡住了这一击 但身体也被冻穿了 灵修 我妈怎么了 当屏幕上的倒计时结束时 圆妹的声音随之出现 颠磨磨叽叽的 你只管横下一条心 给我努力干 老灵修的母亲 竟是集园岛的圆妹 可为了救灵修 圆妹用身体抵挡了滚龙的吐息 此刻危在旦夕 回想起曾经的点点滴滴 灵修这才意识到 为什么每次一提起 秘境母亲就生气 可尽管如此 母亲也没有阻止 灵修去做下定决心的事 在圆妹断线之后 苏灵欲连了进来 看来伯母已经和你说清楚了 电磁炮已经设置好了 没时间了 得赶快发射 你准备好了吗 灵修握紧拳头 苏姐 拜托帮忙照顾好我妈 奎龙 我们上 随着电磁炮的蓄能 一发电磁炮随机射出 小奎龙随着电磁炮一起发射 滚龙却不屑地说道 还敢来 不怕出路真龙吗 紧接着开启 恶念护甲抵挡电磁炮 在电磁炮与恶念护盾相撞之后 恶念护甲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 随着一道道猎文出现 小奎龙成功地击穿了滚龙的护甲 立马开始蓄击爆裂吐息 朝着护甲的裂口喷射 可虽然成功地突破滚龙的护甲 小奎龙的这招却还是被看穿 滚龙立马也用吐息应对 但小奎龙却自信地表示 这种程度的吐息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紧接着便加大了吐息的力度 成功地命中了滚龙 眼见计划成功的苏灵域十分兴奋 可随着滚龙周围的烟雾散开 他又重新修复了自己的身体 不愧是同样有着龙的血统 但你的能量已经消耗殆尽 而我的吐息可不止一次 但此刻的小奎龙却没有一丝慌张 相反 他却露出了微笑 下一秒 苏灵域发现空中有个物体正在靠近滚龙 这次你预判到了吗 紧接着一拳砸了下去 可令灵修没想到的是 这一拳竟被牢牢地吸住 伴随着气泡的翻涌 薛木的声音出现在灵修的耳边 这头龙有着超强的生命力 即便是吉原岛怪兽的力量 也无法将它抹除 如果你愿意相信我 我有个不错的主意 灵修的计划不仅失败 自己还被滚龙吞噬 可没想到关键时刻 薛木竟然出现 小奎龙也没想到灵修竟然被吃了 而滚龙却十分得意 但被吞噬的灵修不仅没事 还遇到了没被完全消化的薛木 用磁力叠加电磁炮异能 真亏你们想得出来 不过真遗憾 这种程度的攻击 根本无法杀死滚龙 紧接着薛木将灵修 带到滚龙的金河所在 眼前的一幕顿时让灵修震惊不已 滚龙的金河结构特殊 可以直接将灵气注入心脏 有很强的生命力 要想击杀滚龙 必须一击将金河轰得干干净净 但这么大的金河 灵修根本做不到 不仅如此 滚龙四处吞噬各种金河 导致金河的长相十分奇怪 突然滚龙的金河亮了起来 原来是滚龙又在发动吐息了 但此刻的外面 已经没人能撑住滚龙的这次吐息 薛木在此刻问灵修 嘉玲平家应该有交定你一个仪器吧 我可以用那个控制器 控制怪兽金河里的能量 听到薛木的提醒 灵修这才想起来 吊人确实给了自己一个仪器 薛木表示 只要将仪器插入怪兽的金河 自己就能搞定它 可灵修并没有轻易相信薛木说的话 不过此刻除了薛木所说的办法 灵修也没得选择 半信半一下 灵修也只能按薛木所说的做 如果你敢骗我 等着瞧 下一秒 灵修将仪器一把插入滚龙的金河 只见仪器周围的电流聚集 原本要出去的能量都被仪器收了回来 这是成功了吗 而外面原本正在聚集吐息的滚龙 发现吐息竟然消失了 小奎龙意识到 应该是灵修做了什么 打断了滚龙的大招 这时薛木说道 我要释放金河的全部能量引发大暴涨 你快逃吧 留在这里会死的 那你呢 你准备怎么办 薛木一把将灵修甩开 你是在担心我吗 快滚吧 你最好期待我死在这里 不然我一定会去抢你的奎龙 切 你尽管来抢好了 紧接着灵修使出雷霆铁拳 一拳轰向滚龙的身体 直接给滚龙开了个洞 趁机从洞口溜了出来 但滚龙此刻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你们这帮家伙真烦 早说了这些对我是没用了 老子有无限的复苏能力 下一秒 滚龙的身体开始复原 可紧接着就意识到了不对 他的身体细胞竟然无法控制的在不停生长 这时的薛木得意道 你一定不知道 你口中生命力脆弱的人类 有多恐惧衰老和死亡 以至于产生了癌细胞这样只知道自我盲目复制 为了逃避死亡 却反而把生命推向终结的存在 我很想知道 如果把人类对死亡的这种恐惧 灌输到生命力无限的龙的体妹会怎么样 既然敢耍我 你们这些渺小的人类既然要死 那你们就一起到秘境来给我陪葬吧 出现了 极渊岛怪兽出现了 就在刚刚 滚龙撕裂空间打开秘境 打算与灵修等人同归于尽 此刻的对策局成员也十分慌张 好行打爆了指挥中心的电话 但电话却一直战线无人接听 而看到这一幕的陈柴良也心感不妙 本来只想借着头龙弄清楚吞噬能力的奥秘 没想到弄出这么大的动作 灵修 你小子还真是命好 紧接着陈柴良打了个电话 通知对策局的全体成员出动 众多的战斗机赶到现场 好大的阵仗 天海市对策局这次得全军总动员了吧 不过小葵龙却不太看好他们 因为秘境的开启 秘境内的怪兽一个个蜂拥而出 如果让这些来自深层秘境的怪兽 跑到这个世界上 不仅是集园岛 恐怕连天海市都要遭殃 元妹见状 一把推开苏林玉说道 立刻带着凹狠和集园岛离开这里 让灵修找你们会合 紧接着自己一头扎入海中 朝着滚龙的方向游去 看我把你小子推回去 可滚龙丝毫不慌 因为有众多的秘境怪兽 将元妹死死困住 灵修和凹狠大胆的面 下一秒 困住元妹的章鱼触手被切碎 灵修定睛一看 是狼叔乘着翼龙支援了过来 而且不止狼叔 成群结队的翼龙紧跟着前来 那是怎么回事 这么多的翼龙 只见翼龙不仅将海上的军舰救了上来 还将元妹也救了出来 没想到不光是那边的傻狗和元猴 连你都来了 你应该知道我的实力 你和那两只加在一起也不是我的对手 我知道 我的任务只是来阻止你继续蹂躏集园岛 要收拾你的另有奇人 只见一堆翼龙将集园岛拖了起来 滚龙却自信地表示 另有奇人 笑死我了 谁来都没用 除非是那家伙 恭喜你 猜对了 听到这话的本龙瞬间不淡定了 不可能 他现在应该在逆境灵脉的最底层猜对 你骗不了我了 而且以他的身体质量 这个世界的密度根本无法成为 随着他身影的渐渐出现 那个曾经傲视群雄的吉原岛怪兽 再次现身在众人眼前 这就是吉原岛怪兽 他应该知道我父亲的下落 而这时的天海市区四处回响着警报声 警报 警报等级为特辑 请周围居民紧急避难 大家不要惊慌 排好队 不要插队 此时的对策局楼内 看到他再次出现的陈柴梁发出感叹 你果然还是放不下天海市 可是让你保护的这些人 看到这个景象 他们是会感谢你了 还是会害怕你了 冤岛格斯拉再次现身 可令灵修没想到的是 自己寻找已久的父亲 竟然就是眼前这头怪兽 也幸好他及时出现 关键时刻就吓了原妹的 下一秒 原本怪兽形态的原妹 瞬间变回了人形 幸亏他平日体内存了大量灵气 刚好用那些灵气堵住伤口 逃过一截 我们不会待太久 事情解决了就撤了 我闹出这么大洞见 恐怕回不了天海市 我跟你们一起走 就在死亡灵鸟犹豫时 哥斯拉同意了原妹的决定 因为已经有人可以接替他的职责了 这时的灵修还不明所以 好吧 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 下一秒 灵鸟开始封锁秘境 灵源等人重新回到秘境之中 灵修见状 立刻朝他们喊道 等等 急缘导怪兽 我有话要问你 只见哥斯拉只是朝灵修竖起大拇指 灵修根本看不懂是什么意思 这时的狼叔对灵修说道 我可是兑现了诺言 帮你见到你父亲 听完狼叔的话 灵修一头雾水 紧接着才意识到 原来刚刚的哥斯拉就是他的父亲 行了 就这样吧 还没等灵修多问一句 哥斯拉等人又重新回到了秘境中 之后秘境便再次被封锁 留下灵修一人在这怀疑人生 他们究竟还有多少是蛮肉 此时的天海市内 陈局局长周吉来电 陈局长 我接到情报说 天海市周边有极其严重的突发事件 总部决定封锁这次事件的相关信息 可是这次情况严重 甚至可能会发展为 像七年前竹龙入侵一样的大灾难 还没等陈柴梁说完 周吉直接打断了它 并表示对策局已经第一时间进行了观测 秘境已经闭合 不会有任何危险 你也知道 极元岛下面有高级秘境 而且是华国东南重要的灵脉秘境 多年前人类议会就是基于极元岛 才导致全军覆没 不得不放弃 伺候我国率先登陆探险 才成为我们重要的岛履 但是听说他们从未放弃极元岛 据说失踪多年的极度再次登场 如果消息传出去 后果不堪设想 说完之后 陈柴狼也找不到借口 只能停止了他的计划 不过此次跳出来 打断了陈柴梁的计划 也让陈柴梁更加确定 周吉跟林隆尊私下有交情 但陈柴梁并不打算就此放弃 只要那东西到手 不管是对策局还是人类议会 总有一天 你们全都不是我的对手 就在这时 孔鸭早了进来 局长 你要的东西一到手 我立刻就给您送来了 这时陈柴梁突然瞪大双眼 因为孔鸭送来的 是一颗龙的心脏 是一颗龙的心脏 而陈柴梁的身体里 竟然有十几颗 原来他吞噬异能的秘密 就是靠吃龙的心脏获得 就在滚龙被一掌拍下之际 孔鸭趁机夺取了他的心脏 而得到真龙心脏的陈柴梁 十分高兴 这个气息不会错的 确实是龙的心脏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帮助 局长变得更强啊 听到陈柴梁 十分肯定地打鼓 孔鸭兴奋地手舞足蹈 看来这颗龙心至关重要 这次我的功劳 可是远超内的肌肉五脑男 而此时的办公室内 陈柴梁一口将心脏吞了下去 紧接着便力竭瘫倒在地 下一秒 他眼冒红光 身体的每寸肌肤都在不断膨胀 无数颗心脏从他体内涌了出来 然后又回到他的体内 片刻后 他的身体开始膨胀 缓缓变成一个龙的形态 紧接着全身都开始融化 该死的贝利亚 竟敢欺骗我 原来就在64年前 陈柴梁还只是一个 平平无奇的对策局成员 当时的他刚刚逃离危险 救出了极度的孩子 但那孩子似乎遗传了母亲的异能 还在婴儿时期 就展露出强大的能力 可毕竟他是人类意会七大罪的孩子 要是被人发现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就在这时 陈柴梁起了歹念 但那孩子似乎能感应到威胁 立刻就散发出了强大的异能 将自己保护得严严实实 陈柴梁健壮 本打算赶紧将孩子交给对策局 可就在这时 匿名不速之客到来 陈先生 是我 我来和你作笔交易 来者竟是七大罪之一的欺骗 只见他自我介绍道 我是人类意会七大罪中的欺骗 我叫贝利亚 我希望你能帮忙照顾这个女英 帮他编造一个新的身份 让他在天海市活下去 陈柴梁听完立马否决 这不可能 你也看到了 这个女英有着如此可怕的异能 这根本瞒不住 但贝利亚却表示 这方面你不用担心 我可以暂时封印住她的异能 直到她成年并学会自己控制异能的方法 下一秒 女英身上的束缚便自动解开 此时陈柴梁疑惑地问道 你为什么不把她接管 她母亲和你一样是人类意会的顶藏吗 已经不再是了 极度在吉原岛发生了一些状况 这个孩子现在无家可归 极度的下场是他自己的选择 我无所谓 但我至少希望这个孩子可以活下去 紧接着贝利亚希望陈柴梁能跟自己合作 并表示如果他愿意跟自己合作的话 会送上一份十分丰厚的报酬 下一秒 贝利亚带来的怪兽格律翁出现在陈柴梁身后 紧接着便从嘴里吐出一颗心脏 贝利亚解释道 龙之所以可以靠吞噬获得灵气和能力 就是靠着龙心起作用 只要吞噬龙心 即便是异能者也能获得这种能力 这对你来说会是一次逆天改命的机会 可至此之后 陈柴梁就必须每五年吞噬一颗龙心 否则吞噬的那些原主意识便会反复 只有靠龙心才能压住 贝利亚就是想借此控制陈柴梁 不过 只要他获得拥有完美吞噬能力的怪兽心脏 就能彻底支配吞噬的力量 灵修的父亲现身 竟是吉原岛怪兽哥斯拉 在解决了滚龙之后 灵修的父亲再次回到秘境 吉原岛也恢复了平静 重新回到了海面 可就在这时 灵修感应到吉原岛上有吸虫的气息 在赶往吉原岛时 发现敖痕就在岸边等着 苏灵御等人也安然无恙 太好了 大家都没事吧 刚刚多亏蛮员用异能稳住飞机救了大家 不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实在是太感谢了 这份恩情我记下了 这时陈虎突然出现 刚刚那么危险 你小子走哪里去了 结果等他抬头一看 发现凹狠和小葵龙就在面前 立马就下的跪地求饶 各位大佬高台贵手 再给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 不过令灵修没想到的是 苏灵御竟然还有这种本事 苏灵御也解释道 这是一个神秘红发女子给我的力量 她当当把机器人收回去了 只留了这个头还给我 灵修觉得太可惜了 自己还想着驾驶一下 那个大机器人试试呢 这时灵修突然想起来 大喊道 那些吸虫很危险 小心脚下的土 苏灵御等人对视了一眼后 都笑出了声 灵修不明所以 这时候笑什么 真的很危险啊 不是这才给他解释道 滚龙被击败之后 土壤就恢复了 是滚龙身上携带的强烈恶念 让土壤变成吸虫的 古籍上记载 上古大洪水的时候 滚为了抗洪从天上偷了吸壤 虽然洪水止住了 但偷东西却暴露了 于是滚被神的使者杀死 不过 滚死后肚子里生出了雨 这时灵修才意识到 原来那头怪龙 竟然和薛木他们一样 都是人类变成的怪兽 不过说起那头怪龙 灵修从包里掏出一样东西 找到了 就是这个 幸好我手机眼快 最后的关头拿到了这个 竟然是一颗怪兽金盒 只见灵修叫出了系统 将这颗金盒头位给了系统 下一秒 系统便升到三级 驯服技能 怪兽空间 怪兽图鉴 灵气罗盘 能力投影 这些能力也随之升级 驯服名额也多出三个空位 这时灵修问了问 凹狠 你要不要成为我的小弟 就像奎龙在一样 凹狠摇了摇头表示 不 我得一直留在这个岛上 这个岛 还有岛上的孩子们需要我守护 确实 极元岛秘境恢复正常 就会落入对策局手中 这方面倒是不用担心 你看这个 博士拿出一份合约交给灵修 灵修拿过合约一看 发现这是关于 极元岛管理权的文件 原来这极元岛 本来就是灵修父母的财产 现在灵修已经成年 所有权便转交到了灵修手里 灵修也没想到 自己家里竟然有矿 高兴地大喊道 从今以后 极元岛我罩着 与此同时的另一点 一艘潜艇正在缓缓靠近极元岛 这消息得上报给总部吧 先等等 先确定极度遗骸的位置 不然 潜艇发出几方 难道我们被发现了 不可能 下一秒 海面的上空出现一道剑气 静止轰向海中的潜艇 瞬间潜艇便被轰得四分五裂 紧接着一道人影缓缓出现 安息吧 我与你们无冤无仇 但极元岛不是你们人类议会 应该染指的地方 人类议会手下的那帮猎狗 鼻子还真灵 多亏了穆老您的提醒 我得在人类议会行动前 先排除掉内部的不安定因素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依然怀疑 玲珑尊的失踪与陈柴良有关 我不确定 但相信马上就会知晓 我刚刚把极元岛的所有权 移交给了玲珑尊的儿子灵修 如果有关的话 想必陈柴良那只老狐狸 已经开始做不做 直力强大的凹狠 终于被灵修训谱了 在所有人都在高兴 极元岛恢复平静时 鸟人却独自一人在暗自神伤 十二年的努力全化为炮羽 研究所也成了一片废墟 就连博士培养十几年的 极元岛怪兽也被博士亲手葬送 可博士为什么要这么做 难道是认同了那个狂妄的少年 就在这时 鸟人的脚突然开始消失 什么鬼 是谁在搞鬼 下一秒 头位金盒之后 背包技能也升级了 可以随时将驯服的怪兽传送过来 于是便尝试着将鸟人传送了过来 没想到这技能这么牛 要是配合血眼的位置转移 那岂不是保命神技 这个时候 极元岛突然发生震动 原来是研究所彻底坍塌了 幸好灵修及时将鸟人 从研究所传送了出来 可这时鸟人却不乐意了 谁又理教 用得着你些爱心 反正我们已经输了 还不如让我和博士一起 从这世界上消失 灵修一脸神气地说道 谁管你那么多 你现在是我的怪兽 只有我才有权决定你的生死 结果鸟人也只能咬牙切齿 张牙舞爪地在灵修面前比划 凹狠见状用手挡住了鸟人 这时的鸟人才注意到眼前的凹狠 没事的 我们只是打闹而已 他并不是真要伤害我 下一秒 凹狠一把将灵修抓起 如果我也被你驯服 是不是也能像那样迅速到你身边 面对凹狠的询问 灵修疑惑地点了点头答道 是啊 紧接着凹狠就立马表示 来 驯服我 你是新一代的极渊岛之王 我要贴身保护你 灵修一脸猛 极渊岛之王是什么鬼 不过也没去在意这些 让凹狠靠近自己 然后摸了摸他的下巴 成功地将凹狠驯服到自己的手下 就在这时 苏灵御朝灵修提醒道 灵修 马老师电话找你 怎么了苏主席 不知道 你自己问马老师吧 紧接着便一把将手机丢给灵修 灵修接过电话后 就听到马老师说道 灵修 你大概什么时候回来 过两天要开表彰大会 庆祝你这次的功劳 没问题 我会准时去学校参加表彰大会 可这时候马老师却说道 表彰大会不在学校 而是在天海市的对策局总部 灵修听完一脸惊讶 怎么会在对策局 陈柴良那家伙又搞什么鬼 紧接着马老师又发来了活动相关的报道 是关于极渊岛探险行动最新进展的报道 可点开报道之后 灵修一脸不可置信 因为这个报道上面 全是关于灵修的